第1761集 对面的老牌敌人出列, 捉一边不可能现在就让金色小蚂蚁出场, 即便暂时搅局也无意义。 我去与他一战。 就在此时, 仙岳那里走出一个老者, 皮肤辣黄, 发丝灰白, 身材枯瘦, 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无法逃避, 也不能避一战。 抑郁的人出列, 如果九天十地无人迎战的话, 那会更加的打击士气。 这个人是谁? 许多人都望向那里, 他没有烟火气, 很普通, 如同陈世中的一个老者, 稍微有些病态, 肤色发黄, 不是很健康的样子。 许多人都在猜测他的身份, 肯定不凡, 不然的话, 绝不敢代表这一代人出战。 楚山河, 不可能没有人认识, 有人动容, 认出了这个肤色辣黄老者的身份, 道出了他的名字。 楚山河他是谁啊? 我怎么听着很耳熟, 但是却想不起来? 有人低语, 不用多想, 此人一定会很超凡, 但是名气似乎不显, 大多数人都想不起他有什么战绩。 五十万年前号称弃吞山河的楚山河, 有霸王之姿, 横推群雄, 跟另一人号称绝代双骄, 我想起来了, 一个曾经如日中天的豪雄, 只是很短暂, 如灰星横空, 很快就消失了。 经过提醒, 一些人想起来了, 知道了楚山河的来历, 他是仙院培养出的一个绝艳的英杰, 在那个时代, 光芒万丈, 只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 生出惊天变故, 事实上, 那件事牵连很大, 不止涉及到楚山河, 还有一些年轻王者, 那一年, 楚山河等共八人, 共同进九天上的一处, 生命禁区, 为了得某一先王遗落的兵器, 以及探索某一个传说, 这些人可谓是出生牛犊不怕虎, 只是很可惜, 那一走就等弱势死别, 最后八个人中, 只回来一个楚山河, 其他人再也没有出现, 而楚山河也自此病奄奄的, 缺少了过去的霸王气概, 而后更是就此消失了, 有人说, 那次打击太大了, 让他失去了一颗争雄的心, 也有人说, 有人全灭, 让他发疯, 难以成熟, 要知道, 那再也没有回来的其人, 是那个时代最惊艳的年轻至尊, 其中一人更是跟楚山河并列, 号称绝带双交, 并且是他的道旅, 正是这样一个人, 五十万年前曾经的第一人, 被认为意志消沉, 早已被遗忘的楚山河, 居然在此时挺身而出, 山河, 你的身体有些问题, 一直还没有解决掉, 仙院的长老担心, 楚山河说道, 我可以一战, 然而在他身体发光神力运转时, 他蜡黄的脸色出现阴红色, 嘴角直接就溢出了一缕血, 众人心头当即就是一尘, 还未出手, 自身就有伤显现, 还如何去激战呢? 仙院的大长老直接阻止, 山河, 不要去了, 你这个状态不行, 还没有调理好伤体, 究竟是什么样的伤, 恶化了五十万年, 就是仙院朱雄都没有办法吗, 这相当的可怕, 没有关系, 我可以一战, 这病根虽在, 但却是对我最好的魔力, 影响不了这一战, 楚山河只要去, 我知道了, 这是在九天上的禁区中留下的病根, 据闻, 他们曾经被黑白两道生死之光成吉, 只有他活了下来, 同时人们也是一谈, 楚山河非要出手, 并非是他执拗与偏激, 而是因为别人出战的话, 多半会打败, 他毕竟曾经是那个时代的第一人, 且这么多年虽然身体有问题, 可修行不曾耽搁, 胜面会更大一些, 实在没有办法, 这才决议出事, 要参与这一战, 动的一声, 对面, 黑暗深渊那里, 那生灵走来, 脚步沉重, 如同踏在每一个人的心间, 有人忍受不了, 痛苦低吼, 这脚步声太可怕了, 让人们的心脏都要碎掉了, 真似踩在人的心口上, 剧痛难忍, 一些人嘴角流血, 居然, 被这脚步声给弄受伤了, 呼的一声, 楚山河走了过去, 宽大的袖子一甩, 一股大风撕裂虚空, 让那里扭曲, 隔断了这种脚步声, 对上了那个生灵, 楚山河看着对面那个生灵, 低血的神环, 对方的体外有黑雾, 更有一层赤霞化成的神环, 如同神血凝聚而成, 这是杀戮的产物, 是无数生灵被此人击杀后的血精化成的神环, 这个生灵开口, 来吧, 人形的躯体, 庞大的血气, 气势太盛了, 哄的一声, 大战就这么爆发了, 天崩地裂, 鬼哭神嚎, 刚一开始, 就让此地一向惊天, 他们的动作太快了, 许多人都看不清是如何出手的, 只见苍羽裂痕一道又一道, 陨星划过长空, 璀璨夺目, 这太激烈了, 两名强者杀得日月无光, 天地变色, 可查一声, 黑色的闪电交织, 天空中出现云层, 接着倾盆大雨洒落, 让这天地间赤红一片, 居然是血雨, 这不是异象, 是天空, 只因两人的交手太激烈, 惊起了边疆逝去的古魂与英灵, 让往昔战死的强者残魂再现, 跟着哭号, 少有人可触及这种景象, 非盖带人节不可, 很明显, 楚山河以及他的这个对手太超凡了, 引发了这种惊变, 一百招, 一百五十招, 两人交锋越发的激烈, 转眼就已经快两百招了, 各种神术冲击, 生死决战, 楚山河可血, 脸色越发腊黄, 情况很不妙, 结束吧, 抑郁的声灵喝道, 在体外环绕的血色光环, 画成一件兵器, 藤月而起, 向着楚山河照去, 这竟无法躲避, 吹得一声, 孤住了楚山河, 要将他的躯体勒断, 后方人们大吃一惊, 这血色神环怎么避不开, 而后, 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又要死去一位至尊了吗? 向风战死, 已经打击了士气, 如果, 楚山河在败亡, 无疑更严重, 连五十万年前的第一人都不敌, 那结果太苦涩了, 楚山河被禁锢, 身体僵硬, 难以出手, 嘴角更是有血流淌, 对面那个声灵一声低吼, 整个人跃起, 先前扑击, 一找向着楚山河的天灵盖抓去, 这若是击中, 肯定要直接毁掉其原神, 就在这一刻, 楚山河那蜡黄的躯体变了, 竟然腾起黑白两种光, 争得一声, 将血色的神环斩断, 而后迎向敌手, 吼得一声, 血液渐起, 那个声灵一声咆哮, 惊怒, 而又惊举, 想要倒退, 可是晚了, 黑白二光直接抛开了他的躯体, 让他从眉心开始裂开, 一直蔓延向下, 而后他整个人粉碎, 许多人惊呼, 那是什么呀, 人们没有想到, 最后关头楚山河反败为胜, 扭转了战局, 出乎意料, 接着, 九天十地这一边的人马历时欢呼了起来, 人声鼎沸, 这一场胜利来之不易, 哭的一声, 楚山河大口喷血, 机体缺少光泽, 皮肉如同金色纸张贴在骨头上, 干瘪而缺少金气, 整个人直挺挺挺地倒了下去, 欢呼声立刻止住, 先愿许多人飞扑向前进行抢救, 有意思, 是这一阶冒出神秘进去特有的黑白生死光, 居然没有将他磨灭, 反而痒在身体中, 黑色深渊那里传出这样的声音, 像是点评, 又像是在叹息, 连那个人都说禁区神秘, 可见多么的不凡, 第1762集, 山河一直在温阳与纪恋黑白生死光, 想将他化作兵器, 如今消耗过剧, 速速让他休养, 仙院的大长老说道, 黑暗深渊前有人叹息, 有些意外, 我借五十万年前的修者, 在年轻时曾经排名第十一的高手, 就这么被击杀了, 这些话一出, 仙院圣院长生世家等各大势力的修士, 全都神色一僵, 觉得身体有些冰寒, 楚山河, 可是这一届五十万年前第一天才, 只是赢了对岸的第十一人吗? 虽然胜了, 但是众人的喜悦感一下子减轻了不少, 越发觉得心头沉重, 太压抑了, 就在此时, 黑暗深渊盘, 强大的气息涌动, 结果一下子走过来三个生灵, 步出黑暗区域, 来到了战场中, 一个老者, 一个中年人, 还有一个年轻王者, 从老到中年, 再到青年都有了, 那老者说道, 一队一杀的不尽兴, 不如分成三队, 速速来决战, 这分明有些轻视九天十地的修士, 哪怕刚才楚山河胜了, 他们也并不在意, 毫无疑问, 这三个生灵是代表了三个不同时代, 与年龄层的异域王者, 他们的排名, 一定在各自所处的时代很高, 最起码应该高于第十一名, 好啊, 本王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金色的小蚂蚁第一个叫道, 就要越其, 结果被石号一把给按住了, 放手, 放手, 任天脚已拥有荔枝极尽邪也挣脱不了, 被牢牢的按住, 石号摇头, 自然不让他上前, 因为动辄绝生死, 而小蚂蚁还没有成年, 不适合取鸡战, 一要战也是他前王, 对面三个生灵都很可怕, 那年老的生灵是人形的, 但是却竟然生有八臂, 他身材中等, 满脸鳞片, 他被黑雾缭绕着, 显得强大而诡异, 在迈步时, 这天地都在跟着颤抖, 血气如汪洋般在缓慢的汹涌, 这是一个极其强大的抑郁修饰, 他眸子开合间, 闪电一道道射出, 此时开口讲话, 我修到二十万年, 很想跟你印证, 在他旁边, 混沌气弥漫, 那个中年生灵十分的威猛, 身材高大, 他的头上没有一根发丝, 而是满头的骨刺, 锋锐无比, 十分猙獰, 此生灵有一股志强者的气息, 正当壮年, 体内精气充沛, 他正处在黄金岁月, 发出的恐怖波动, 不会比那老者弱, 此计他也开口, 很是威严, 不休到五万年, 谁与我一战, 紧随其后, 那年轻人向前走来龙行虎步, 神武射人, 他很英俊, 且伴着仙气, 如同一尊折仙行走于世间, 三朵大道之花在他头上绽放, 仙气垂落而下, 没入其躯体, 而后又从头顶冒出, 再次化成大道花朵, 周而循环滋养其体, 所有人都是一惊, 这个年轻人除去眉心有一块零形零片外, 跟人族很像, 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他很明显修的是仙古法, 连三朵大道之花都是由三道仙气凝聚而成, 此人十分强, 可怕的惊人, 年轻人开口, 我修到二十五载, 可求一败, 并且他动用的不是神念, 而是一种古老的语言, 这属于仙古语, 源自这一界, 许多人都是一呆, 尤其是十号立刻知道了, 他来自边黄外, 跟此界生灵原本同源, 就跟他收服的莫道一般, 只是此人更强, 老中青同时出击, 三个人代表了三个重要时代, 九天十地这一边很不宁静, 许多人开口, 要进行一战, 五休到二十万年, 愿一战, 首先是几名老者回应, 同时迈步而出都要一战, 此外, 休到五万年的强者也有几人愿战, 当然, 应战人数最多的还要数年轻一代, 那艘赤霞流转的战船上, 一群年轻至尊都动了, 皆要一战, 一个赤发老者开口, 让我出手吧, 满头发丝微卷, 火红如烈火, 他迈步而出, 他来自一个长生家族, 在这瞬间, 不少老辈人物点头认可他, 吃饭神军, 他有这个能力, 就是圣院的大长老都点头, 赞同他出战, 同时这位大长老也很悲痛, 怀中抱着大弟子相风的尸体, 倍感神伤, 连隐魂连动用了都没有修补其原神, 相风修到百万年第一个出场, 结果被对手一把抓碎额骨, 原神灰飞烟灭, 彻底死去, 神要再强, 也需要留下一块原神碎片才能救人, 而相风已经彻底灭绝, 连一丝原神印记都没能留下, 赤发神军, 拥有大焚天功, 号称可焚尽一切邪碎, 此功在先古年间曾克制异域, 诸多修士, 赤发神军名号更胜过其名, 又很少人知道他的名字了, 二十几万年前曾横推同辈无敌手, 有人议论, 洞悉他是赤发神军后多少有些心安了, 有些古怪, 怎么感觉到一缕熟悉的气息, 抑郁的八臂老者瞳孔收缩, 盯着赤发神军, 八臂老者居然这般说道, 你们先后退, 在旁观战, 让那中年还有青年暂时不要出手, 因为他有种异样的感觉, 大战爆发, 赤发神军走出来后, 直接跟八臂老者激战在一起, 哄的一声, 赤炎腾空, 焚烧九天, 大焚天宫发威, 火烧续天, 引爆当场, 赤发神军刚一上来就展现了这门古天宫, 要压制抑郁强敌, 但这八臂老者的可怕程度超乎了想象, 八条手臂齐动, 各捏不同法印, 刚猛无比, 居然可以对抗焚天之火, 琵琶作响, 两人激烈交锋, 吃炎化成金色, 熊熊黄金之火沸腾, 席卷了天上地下, 将域外漂浮的一些陨星都卷了下来, 焚成岩浆, 虚空中一片炽热, 空间塌陷, 这是焚天之火, 可以毁灭万物, 激烈厮杀, 两人大战了足有三百回合, 大焚天宫的火焰颜色变淡, 混沌光出现, 在那里燃烧, 众人倒吸冷气, 赤法神君果然厉害, 他所修炼的火焰都跟混沌交融在了一起, 若是有朝一日彻底化成混沌焰, 那就真的无敌了, 而且一旦走到了那一步, 多半得亏长生领域将成仙了, 还不够强, 听闻上一纪元有人修辞古天宫, 修仙符号化作内宴, 混沌化作外宴, 彼此交融, 可焚不休者, 人们吃了一惊, 他到底多么强啊, 连大焚天宫都没有伤到他, 并且他还有余力在点评, 赤法神君大怒, 口中长啸, 浑身发出层层涟漪, 那是他的躯体中溢出神秘力量, 加持火焰, 要焚强敌, 巴比老者眯起了眼睛, 嗯, 汗将如拱, 他出手无情, 也开始血拼, 不然的话便可能会陨落在这里, 正如他所说那般, 赤法神君的汗水, 血白如水银, 十分惊奇, 有一股强大的波动, 砰的一声, 可是赤法神君依旧受伤了, 嘴里咳出了一口血, 被一道法印拍中尖头, 因为对方有八只手臂, 攻击力不说是同级人物数倍, 也差不多了, 血中带淫, 巴比老者惊讶, 第1763集, 其他人也看到了, 赤法神君动用权力后汗江如狗, 其血液则鲜红中带着丝丝缕缕缕的荧光, 成洁白色, 你是我借某一强大种族的后裔, 巴比老者说道, 也做出这样的判断, 你胡言乱语什么, 赤法神君喝道, 看你修为不凡, 有我借某一强族的血脉, 不要自物, 巴比老者说道, 之前他觉得有股熟悉的气息, 现在确认赤法神君为异域的后裔, 赤法神君拒绝得很干脆, 滚, 既然如此, 我便送你上路吧, 虽然是强族后裔, 但是背叛祖先, 劝你还执迷不误, 死不足惜, 巴比老者说道, 他已经跟赤法神君大战了四百回合, 不好, 吃法回来, 某一长生家族的火患随机人物喝道, 可惜晚了, 他们培养起来的这个弟子, 号称二十万年前数一数二的王者, 遭遇了重击, 那巴比生灵太可怕了, 随手一击, 都可让玉外星辰粉碎, 此时, 他的一条手臂扑的一声, 刺透赤法神君的胸膛, 让其心脏碎掉了, 赤法神君怒吼, 体外神艳腾腾, 混沌器扩散, 激烈搏杀, 噗的一声, 巴比老者太可怕了, 有一条手臂落下, 将赤法神君脖子扭断, 最后一声断壑, 上路吧, 巴比老者捏拳印, 一拳轰碎了赤法神君的头颅, 让他死于非命, 战斗结束了, 正好第五百招而已, 总为我戒后裔, 若是不归说, 也要斩杀, 赤法, 后方有人大叫, 无比的悲痛, 怎么会败呢, 修成了大凡天宫, 可以克制抑郁的修史, 为何还是输了, 赤法神君, 号称二十万年前数一数二的年轻王者, 结果修到这么多年, 自身修为勇猛精进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 可还是战死了, 这对九天十地的修史来说,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你是谁, 报上名来, 赤法神君的弟子, 还有师门中的高手, 有不少人大吼, 目次欲裂, 悲愤无比, 你们可以称我八臂上人, 二十万年前, 曾经在同代人中排名第十, 他冷冷地说道, 而后向后退一去, 谁过来送死, 此时, 那个头上没有发丝, 只有风锐骨刺的中年人低吼, 雄霸战场中, 他散发出气息, 十分恐怖, 居然不比八臂上人弱, 而他修道只有五万年, 有人走来, 毫无疑问是一位至尊, 属于同代中的绝顶人物, 他被掀起包裹着, 绝势强大, 轰的一声, 大战爆发, 双方交手无比激烈, 杀得日月无光, 天地失色, 很可惜, 这一次战斗结束的更快, 只有八十几世而已, 这个修道五万年的绝顶人物, 就被异域修饰一指洞穿了眉心, 而后一拳轰爆了躯体, 尸骨无存, 只有血雾飘散, 这个结果让人揪心, 让许多人忍不住大叫, 一代高手死得太惨了, 那么强大, 可是却这么悲凉的落幕, 差距实在是很大, 到目前为止, 四场大战只有楚山河胜出, 可他却是以五十万年前第一王者的身份登场, 只是赢了异域排名第十一的圣灵, 如果异域排名在稍微靠前一些的圣灵出战, 结果会如何呢? 楚山河也多半要战死, 此时, 气氛压抑到极致, 九天十地这一边显得无比沉闷, 许多人意志动摇了, 这几场战斗已经能说明很多问题, 真是不堪一击, 谁与我一战, 敢来送死? 场中抑郁的那个年轻人开口, 轻蔑地看向这一边, 你骂了个把子的, 本王灭了你, 让你嚣张! 小天娇姨忍不住要骂娘了, 他恨抑郁的生灵, 更恨此时这种压抑的气氛, 哭哭的一声, 十号依旧按住他, 自己开始迈步向前走去, 不行, 让我来! 金色小蚂蚁大叫, 吃的一声, 同一时间, 一道紫光冲销, 另一道身影竟也冲了过去, 入尾气喷勃, 让我跟他一战, 竟是紫日天君, 他不久前败给了十号, 内心充满了挫败感, 渴求一战, 想重塑信心, 因为他的道心有瑕疵了, 想在这种最压抑的气氛下, 斩掉异域强者, 杀出一条明路来, 来让自己解脱, 超越自我, 让我来! 就在此时, 七股道人也走来, 他是圣院的年轻至尊, 他想为该院大长老的大弟子向风报仇, 更想洗刷圣院的败迹耻辱, 鸿蒙子气肿, 战场中, 那个年轻人盯着紫日天君很是吃惊, 因为当年鸿蒙子气肿, 号称无敌肿, 金矢居然又出现了, 还有阴阳肿, 世界术幼苗, 下一刻, 他盯住了赤色战船上的一群年轻至尊, 额头的菱形碎片揭开, 露出一道可怕印记, 射出刺目的光, 竟然一眼望穿了众人的虚实, 什么? 这些种子还在, 让我来! 退后, 由我出手! 就在这一刻, 黑暗深渊盘, 有一些年轻的异域强者大步走来, 一个比一个恐怖, 全都有惊世气息弥漫, 这些人盯着蓝仙, 石冠王, 大徐陀等人, 全都目光火热, 像是发现了猎物, 孩儿等敢一战斧, 过来, 决一胜负, 谁都没有料到, 异域年轻一代人, 直接就过来了十几人, 一个个稀迹无比, 像是看到了美味的猎物, 在那里喝口, 要进行猎杀, 废墟下, 黑色深渊进前, 一道又一道魔神般的身影矗立, 令人觉得压抑, 压制九天十地的所有生灵, 此时, 十几位年轻的魔神走来, 一个个形体不同, 种族不一样, 带着射人心魄的威压, 踩踏的大地上, 裂缝蔓延不知道多少里, 他们眼神炽热, 盯着对面众人, 要进行猎杀, 谁都没想到, 他们竟是这幅神态, 如同鲨鱼在海中见到血腥, 如同半空中的鹰损, 在草原上见到小型的草食动物, 要猎食, 九天十地这一边, 许多人又惊又愤, 那种姿态太张狂了, 完全看不起这一届的年轻修士, 将他们当成了什么呢? 这让人倍感耻辱, 同为修士, 同处在一个时代, 那些抑郁的年轻生灵, 居然这么的自负, 根本无一丝的忌惮, 争先恐后, 向前逼来, 怕落后于人,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别说年轻人了, 就是九天十地的一些中年修士都怒了, 异欲与生灵过于嚣张, 浑然不将此界的人当作堕一手, 此日天军大赫, 谁与我一战, 因为他抢在十号前飞来, 第一个登上战场, 被对面的人轻视, 怎能不愤呢? 此日天军的天资, 无论是在古代还在当时, 都称得上极点天总之资, 可是近来却遭遇了挫折, 很想摆脱阴影, 证明自己寻回信心。 对面十几个生灵有男有女, 有俊俏的也有丑陋的, 但有一个共同点, 精气神凝裂, 峨谷前有圣光照耀, 那是神魂过强的结果, 都要直接显现而出了, 这些生灵有的大笑, 有的平淡, 有的冷漠, 有的鲜月十足, 有的如同自地狱而出, 气质完全不同。 让我来, 一个荧光胜烈的生灵走来, 他拥有人族的躯干, 蛇族的头颅, 夜叉般的神尺, 还有一条增量的蛇尾, 蛇夜叉? 后方, 有人认出, 多是一阵头大, 因为这个种族太强了, 好成异域的王族之一, 不可力敌, 不知道这个年轻的蛇夜叉, 排名多少位? 第1764级, 不, 让我来, 因为我是第一个出场的, 战场中, 那个之前就登场的年轻男子说道, 他眉心有一块灵形灵片, 此时灵片张开后, 露出一道印记, 可堪破人间一切虚妄, 因为, 正是他刚才看出对面那些年轻人体内有无上种子, 这才惊动了后面来的这群年轻强者, 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一个女修士走来, 一头金色的长发, 如同黄金铸成, 璀璨夺目, 他很强, 周身有金色的精气沸腾而出, 形成光环, 将他笼罩在当中, 如同九天上的玄女降在这里, 他形似人足, 但是头上有两根鸡脚流动刺目的神光, 而在他的后方还有黄金色的维羽, 很长, 拖在地上, 两位哥哥, 还是让给小妹吧, 我很需要一颗无暇的种子来揣摩, 黄金魔鸟, 圣院的一位长老露出凝重之色, 周围其他人听到后神色猛的一遍, 这一族在仙谷留下的传说中实在非同一般, 非常可怕, 该族的名音简直就是地狱之音, 不然何以被称为魔鸟呢? 一旦发出叫声, 可以中断人的宝术, 让人元神遭受重创, 这个种族很稀少, 当年却在那个时代, 对这一切的修士却造成了巨大伤害, 相传, 无中先王一怒之下, 以其道中出击, 杀入世界另一岸, 覆灭了该族, 如今看来, 肯定有漏网之鱼, 且都早已成长并繁衍了起来, 又形成一个极其强大的种族, 还是让我来吧, 就在这时, 一头猛兽走来, 六族踏在地上, 形成地震, 这是一头凶手, 犀牛身, 猛兽头, 头上还有十八根犄角, 胸猛而强大, 体型旁朔, 跟一座小山般, 异常威猛, 他有六条腿, 皆粗如巨柱, 腿上密布麒麟片, 与犀牛身上的厚皮不同, 且在背后生有一条足鳄尾, 鲜红透亮, 在其周围, 虚空扭曲, 塌陷, 跟塌而动, 这是虚空王手, 在九天十地中, 有虚空手十分稀有, 被称作强决而恐怖的生灵, 其实都是异域虚空王手的后裔, 可见, 真正的这种猛兽多么的可怕, 三年前, 十号随天神书院众人, 去仙家战场试炼时, 曾经杀过一头, 也是在那个时候, 收服了来自异域的末道, 不过, 眼前这一头, 明显比当初那一头要强, 更加的煞气逼人, 不可饶恕, 你们尽管过来, 此日天君怒吼, 当他是什么了, 真以为是砧板之肉, 盘中美食吗? 一些生灵大笑, 竟要抢先出手, 呼拉一声围了过来, 想群战吗? 后面, 七谷, 大须驼, 吕洪, 蓝仙等人也都冲过来了, 十号也在内, 冷冷地看着对面的一群生灵, 他暗暗观察, 不得不谈, 那个世界的年轻修饰太强了, 法不同, 道不同, 怒不同, 造就了一群十分可怕的年轻王族, 蛇叶叉通体, 银白, 这个女人, 呵呵呵, 生病气息太浓郁了, 体内有一颗特别的种子, 归我了, 人足躯体, 蛇类的头与尾, 吐出蛇信子, 盯住了吕洪, 吕洪, 来自长生家族, 曾得到一颗神秘种子, 体内生气远胜所有人, 好称生命女神, 被一些老古董认为日后可能会成仙, 吃了一声, 黄金魔鸟动了, 他如今是人参, 满头金色长发飘舞, 快如闪电, 他很直接, 以行动说话, 强占猎物, 冲向蓝仙, 因为蓝仙体内也有无瑕古种, 名为天穷种, 十分强大, 在先古年代, 有着太多的传说, 战斗就这么爆发, 黄金魔鸟首先出手, 且具体发光, 再积蓄力量, 随时会发出一声鸣音, 后方, 有蓝家的长辈焦急的喊道, 小心, 不要让他发动魔音, 呵呵呵呵, 那我也不客气了, 虚空王寿咆哮, 盯住了石冠王天子, 一纵而起, 山摇地洞, 扑杀了过去, 长空当即扭曲, 而他则消失了, 穿越虚空如履平地, 他是空间之手, 掌握有震慑天下的空间法则, 哄的一声, 石冠王天子, 面对他的攻击冷静无比, 直接催动龙泉, 上来便一拳崩开了长空, 那个没心有鳞片的男子喝道, 你们过了, 不得抢我的猎物, 阻止了其他几个声音, 他自己冲向紫日天君, 已然出手, 一头巨兽咆哮, 这个敌人是我的, 天穷军烈, 如同一堵黑色的摩山鸭络, 向着仙院的盖带年轻高手, 小天王杀去, 那就我来收拾这个人, 一个银发女子, 双目发出两道银色光束, 向前走来, 要镇压仙院的大虚佗, 因为他看出大虚佗不凡, 其体内有仙道气息异处, 嗯, 真跟我猜想的一般, 这是古僧一脉的继承者, 得到过一颗仙舍利, 呵呵呵, 造花呀, 这是最稀有的补药, 这个地方乱了, 一遇十几名年轻修士一起向前冲, 如同溅了血的豺狼, 全都跃起, 寻找对手, 扑杀猎物, 很快, 十亿, 折仙, 七古道人, 六贯王宁川等也被盯上, 有人冲来跟他们战斗, 十号自然也没有意外, 一个不知是何种族的年轻修士跃起, 到了他的面前, 杀气顿时如骇浪一般, 席卷而至, 这个生灵, 躯体如同蜈蚣般, 一劫又一劫, 且拥有百足密密麻麻, 让人觉得发慎, 不过, 腹部那里有一对人类的长腿, 让他可以直立着, 而且, 他还有特别长的一对爪臂, 是螳螂臂, 如同两口血量的大刀, 简而言之, 这就是一头有人足双腿的大蜈蚣, 此外还有螳螂手臂, 通体成暗金色, 铿锵作响, 其躯体也不知道有多么的坚硬, 只是他跃来之后, 竟然盯住了十号尖头的天脚椅, 将其当成了目标, 他这样冷悠悠地说道, 一个没有无暇谷种的人族, 怎么有天脚椅的血脉珍贵, 那才是我的目标, 十号尖了, 二后很快知道了, 抑郁的修饰有特殊的手段, 可以探查谷种, 想必, 先古一战时, 拥有完美种子的人, 给予对方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故此那个世界的生灵, 经研此道传给了后人, 不仅时好发现了, 就是其他人也明白了, 顿时都心头一沉, 因为, 世界另一岸的生灵, 肯定研究得很透彻, 不然, 怎么会这么快就能发现, 谁体内有古代的宝种, 而这也意味着, 他们多半会推演出一些专门对付古种的办法, 深入想下去, 所有人都机灵灵地打了个冷颤, 不是没有可能, 而是非常有可能, 情况十分糟糕, 一些人感觉到了危险, 不妙, 后方那些老辈人物一个个都是人精, 比年轻人还先警醒, 一下子变了颜色, 人们终于知道, 为何抑郁的十几名高手, 看到九天十地的年轻至尊后, 会这么的兴奋, 争先恐后的杀来, 谁敢与我一战, 都给我滚过来, 杀你们个干净, 十号大赫, 他觉察到不对后, 第一时间发动了攻击, 而且他不是针对一人, 而是发出十几道宝树, 攻向了所有异域强者, 这简直是要引发群战, 挑战所有人, 第1765集, 十号出击, 以时间保数纵横, 来自世界另一岸的群王都遭到了攻击, 见光霍霍, 神脚猎天, 兽足碎谷地, 这个地方, 顿时传出了一片吼声, 被攻击的群王自然反击, 无情出手, 所有人都呆住了, 居然有人敢以一己之力挑衅诸王, 这是活得不耐烦而自寻死路吗? 十号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先引这些人过来, 杀他们的气焰, 让自己这边的人先冷静, 退后思索破局, 因为他觉得此时事态很严重, 对面的人对谷种了解的过多, 多半会有什么杀手锏, 惊天动地的声音传来, 十几道志强宝树, 运着怒火, 向着十号那里轰击而去, 这是十几位王者的神童, 吃的一声, 十号化成一道殿壶, 从原地消失了, 快到极致, 身法惊人, 强如他也不可能争个儿去硬拼群王, 银夜叉喊声说道, 敢向我等挑衅, 不知死活, 虚空王兽大吼, 天崩地裂, 长空崩断, 继续地攻击十号, 此日天军, 蓝仙, 吕红大虚陀等人心中一阵, 没有想到十号敢这样做, 同时大致地猜测出他在乡住, 因为, 他们刚才都觉得有些不对, 异域生灵对谷种的了解未免太深入了, 连他们隐藏在体内深处都能察觉, 就在这一刻, 后方传出大鹤声, 奇音如雷, 蕴含着大道真意, 出手, 九天十地的老辈人物出声, 阻止这一战, 为十号担心, 怕他在群王的攻击下陨落, 不能看着他死去, 主动挑衅, 便要付出代价, 黄金魔鸟高声说道, 虽然为女子, 但金发披萨, 美丽中带着绝世杀机, 走脱不了, 没心有灵形灵骗的男子直冲而来, 想十号杀去, 一遇十几人都没有收手的意思, 动作迅猛, 都想在第一时间击杀十号, 回应他刚才的挑衅, 可见, 他们多么的自信, 连九天十地的老辈人物贺吼, 都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这一方的长辈会庇护, 不会让他们吃亏, 十号某中金光如点, 盯上了其中一人, 来吧, 让我杀个够, 为几位前辈报仇, 他要针对一人, 先师拉手, 不久前, 相锋, 赤发神君等数位, 先被高手, 被击杀, 神魂覆灭, 死得太可惜了, 太惨了, 导致士气大伤, 愁云惨淡, 十号希望, 以酣畅淋漓的大圣, 洗刷尽这种沉闷到窒息的气息, 大风呼啸, 大虚陀, 十亿, 七雇等人出手要相助他, 不可能看着他一个人独占, 那不现实, 无人可以一敌群王, 砰的一声, 大地颤抖, 一条奇长的身影出现, 大长老突兀的出现在场中, 隔在两届年轻修士间, 站在场中, 他一声挥袍斩动, 身体比直, 挡住群王, 你要干预吗? 面对这等人物, 对面一群年轻的王者无惧, 蛇叶叉等人更是高鹤, 甚至有人攻势不减, 大长老不动, 体外溢出一道宝灰, 将他们的攻击瓦解, 隔断此地, 银叶叉等人, 断是横飞了出去, 想以大欺小吗? 对面, 瞬间昏暗, 三道模糊的身影出现, 根本就没有看到他们如何动, 就已经站在那里, 挡住了大长老, 大长老说道, 我若以大欺小, 他们早已不复存活, 有我等在, 你能得手吗? 三道古老的身影中, 一人冷漠地说道, 他们宛若天地间醉骨的神像, 一动不动, 拥有射人的气息, 刚才, 各个时代都只是出动一人对决, 我想年轻这一代, 也当如此, 大长老说道, 不希望扩大战火, 因为他担心抑郁, 有针对谷种的办法, 怕平白损失未来的精英, 倒有怕了吗? 我看这些年轻人都希望一战, 彼此间街巷对决, 何不成全? 你这样护短, 恐怕不是妙事, 温室里能出什么高手, 我借的天才, 都是从石山血海中爬过来的, 我想, 就是你这样拦阻, 你们这一届的年轻人也不会退缩, 不然, 过不了自己那一关, 承认不如人, 这样胆怯, 还贪什么道心呢? 中间那个, 如同石像般的身影, 以没有感情的话语道来, 无情中带着一种超然, 他的声音不是很高, 也不是多么的严厉, 但是却刺进了许多人的心中, 尤其是年轻一代都握紧了拳头, 对面的人, 你们怕了吗? 如果担心被击杀就赶紧逃吧, 早走的躲到你娘亲的身后去, 不要在我们面前出现, 躲得了初一, 躲得了十五吗? 真等我们能彻底跨界, 大军杀到时, 你们还能逃到哪里去? 逆秦洛夫, 连一战的勇气都没有。 抑郁的十几名年轻修士大笑, 一个个都极尽嘲讽, 在那里奚落于几多一众人, 尤其是最先开口的是几名女子, 就更加让紫日天君等人恼火, 这也是赤裸裸的羞辱, 轻蔑到了极点,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在激将, 但还是生怒。 同时, 七谷道人, 蓝仙, 大须陀等人都觉得, 无论如何都应该一战, 哪怕对方了解无暇谷种, 也不应该退缩。 逃避不是办法, 早晚要面对, 与其如此, 还不如在今日掂量一番, 看一看一个纪元过去后, 抑郁的同辈生灵到底如何? 此时, 不是一个人这样呵吼, 而是九天十地这边的一群年轻人, 都做出了这样的决断, 不想退缩, 不愿逃避。 早晚要面对, 还不如在今日战过一场, 有个了解, 不然的话, 即便他们有完美种子又如何, 连战都不敢战, 将完全失去身为年轻至尊的意义, 还不如不要谷种。 让我来, 就在这时, 十号排中而出, 挡在最前方, 他要出手, 因为他没有所谓的谷种等, 想放手大战杀个痛快, 我也可以, 旗鼓道人等走来, 是圣院的弟子, 嗯? 对面, 一羽那三尊如同石像的生灵, 其中一人露出亚色, 看了十号一眼, 有点门道。 让我先出场, 猎杀他们全部, 水夜叉, 排中而出, 荧光灿灿, 要出手。 这样吧, 以仙规假骗定对手, 出乎意料, 抑郁的一条古老身影开口, 说出了这种规矩, 打着老身体微颤, 就像当年两届盖带人物大战时那般嘛, 强忍着一种被压抑的情绪, 没有爆发, 让大长老都如此, 可见多么的挑动人的心绪, 当年, 那一战十分惨烈, 两军对类时, 先王都对决意欲最强几人, 以仙规假骗选对手, 占到苍穹落血, 马隔裹尸环。 对, 既然两届年轻修士都想出手, 怎么为他们匹配对手, 不如以仙规假骗来定夺? 大长老, 以及这一边其他老辈人物文言后, 都是一阵沉默, 对方这是在故意提及仙规假骗, 让他们一起昔日那最残酷的一战, 正是那一意, 连仙王都被大旗裹着尸体而归, 九天十地这一边, 才算彻底败落, 而后覆灭, 空流, 千古恨。 年轻一代人的对决何须如此呢? 显而易见是抑郁的人故意针对, 揭开这一界, 所有人都不愿面对的伤疤, 血淋淋的。 来吧, 谁怕谁? 仙人的小天王喝道, 举一死战, 圣院也有人吼道, 为仙族报仇血恨, 长生世家的年轻人更是眼睛都红了。 第1766集, 当年那一战, 最顶峰人物大对决, 以九天十地这一方的败落而收场, 天穷燃血, 各路高手损失殆尽, 当年有着太多的屈辱, 有着太多的不甘, 各族祖先被杀, 天地飘鞋, 太过凄惨。 整片世界的覆灭, 就是那一亿大败的结果导致的, 但凡了解那一段黑暗历史, 没有人不心痛, 没有人不憋着一股火焰, 都有种要崛起而为仙人复仇的强烈欲望。 洗刷血与恨, 每一个人都有那种冲动, 更有种使命感。 异域那边, 站在昏暗中的三道身影如画师般, 依旧纹丝不动, 他们无情而冷漠地看着, 刚才的那些话语, 他们不是随便说说, 三大古老生灵深知, 先规假骗定敌手决死战, 这句话有多么的沉重, 足以要让对面的人心头沉重如山, 要窒息。 九天十地这一遍, 许多老人想阻止, 但是连他们自己都胸腔中有怒火焚烧, 有一股杀气腾天, 血液都在滚滚奔腾。 他们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因为实在担心后背受损, 可是想了想, 如果这样拦阻, 肯定会严重打击众人的信心与信念。 县远的长老沉声说道, 算了, 如果他们连这关都过不了, 还谈什么未来? 如果无暇谷种, 被真人研究透彻了, 我们就算保护下来, 也失去了意义, 与其如此, 不如轻视一战。 大长老孟天正, 无声地点了点头, 一些长生世家的族主也都默然, 而后点头同意, 该来的总要来, 如果连无暇谷种都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再怎么在意, 再怎么保护也无用, 未来终究要面对。 昏暗中, 抑郁的一道古老身影发声, 很好, 你们同意了, 那就准备对战吧。 抑郁的一些年轻王者高呼道, 早就迫不及待了, 都很兴奋。 要如祖先那般, 在先归甲骗定敌手的一战中, 斩灭所谓的无上高手, 全部击杀个赶紧。 这一瞬间, 让九天十地许多人怒血冲冠, 全都握紧了拳头, 伤疤在背街, 格外的痛, 悲剧不堪回首。 大长老孟天正冷冷地说道, 你们这是在赌足运, 借运, 看向了对面。 嗯, 年轻人的对决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不过, 胜负也的确能说明很多问题, 或许能体现出族运, 借运。 对面, 一个古老的生灵说道, 一语另一位古生灵说, 不过, 导运在我们这一边, 就如同当年, 我借几位干事高手一出, 你借的几位绝代人物皆陨落, 如今再次重复仙人的战斗方式, 我们依旧会赢, 你们下一代的希望种子多半要绝灭了。 你, 九天十地这一边, 众人愤怒, 屡次被刺痛旧伤, 难以忍受。 大长老孟天正冷悠悠地说道, 这一次, 你们玩大了。 他转头, 无意间扫过十号, 那一眼别人看不出什么, 但是十号能感觉到寄托了太多太多, 渴求胜利, 希望他出手时能力敌住对面的人。 十号心头一震, 大长老平日间都很从容于镇定, 可今日眼神中却透出那么沉重的心绪, 要胜, 必须得胜利, 不能败。 此时, 所有人都知道, 年轻一代的对决有点不同寻常, 跟先古最覆灭之日联系了起来。 沉重, 压抑, 窒息, 这是所有人的感觉, 呼吸都困难了。 开始吧! 对面, 抑郁的一个古老生灵说道, 要将以仙人的死战方式开启大对决。 迫不及待, 早该开始了, 这一战, 要养我戒天威, 就如同列位古祖那般, 将所有的真仙击杀于脚下。 水夜叉大笑, 非常的张扬, 抑郁的年轻王者提到当年那一战斗无比的自豪, 有一种发自内心最深处的嫡气, 因为, 在那一战中, 他们大胜, 斩掉了这片大乾坤的几位最强大的领军人, 彻底颠覆了此戒。 要想当年, 几大古祖出世, 连所谓的先王都只能横施, 被坐骑拖着尸体回去, 震惊此戒, 那是何等的威风自在? 有异语生灵追忆, 脸上满是沉醉色, 提到当年的光辉战绩, 恨不得重生在那个时代, 击杀先到高手, 争夺不是战功。 每次去看我借那块背血浸染成暗红色的阵仙碑, 我都热血沸腾, 祖先何其强大? 杀到这一届所有生灵匍匐在地, 无人可靠, 可谓千古伟业, 真是恨生不逢时, 无缘那一战。 有一些人缅怀, 神色激动, 从骨子中透出一种战意, 抑郁的这些年轻修士一个比一个好战, 眼神如小太阳般刺目, 充满着强大的自信, 希望立刻开始猎杀对面的人, 由于祖先的种种炫目战绩, 令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都非常自信, 从小培养出凌驾于其他界生灵之上的信念。 昏暗中, 一尊古老的生灵问抑郁的年轻修士, 都有谁要出战? 我, 我要出战! 不仅近前的十几人, 黑暗深渊那里又走来的近七八位, 共有二十余名年轻高手出列, 一个个战役高昂。 深渊的大长老问自己这一方的人, 你们谁要出战? 双方原本人数相仿, 可是一域那边一下子多出一些生灵, 一个个都深不可测, 让人不得不醋眉。 你们也补充一下, 要有二十几人参战才可。 一域那里, 有人冷冰冰地说道, 不行, 无偿定输赢, 毫无必要让那么多人参战。 先远的一位老者说道, 因为担心损失惨重。 这些后代都是希望, 其中一些人融合了完美种子, 花费了太多的心血, 培养不易, 用去也不知道多少神药、 经文等, 如果一战败落, 过早的死去太可惜了。 如果他们现在败了, 留下性命到将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面, 昏暗中一个古老的异域生灵说道, 异域一位老者补充, 各处十人分个高下, 乱个生死。 如果你们怕了, 就求饶吧, 跪下臣服。 一羽年轻一代中, 一个青年高手张扬的大笑道, 带着轻蔑之色。 许多人怒了, 是可杀, 不可输。 长老, 让我们一战。 好吧, 人选确定, 拥有完美种子的人, 毫无疑问都上前了, 但人数没有对面多。 随后, 但凡修出三道仙气的, 以及圣院的顶级年轻奇才, 也都走上前去。 这一刻, 气氛压抑到极点, 要让人窒息。 这个地方陷入短暂的沉门, 两界修饰都不开口, 宛若有百万座太古大山镇压而下, 让每一个人都呼吸困难, 要昏厥过去。 大赤天边疆, 陷入绝对的死寂中, 所有人都在等待下一刻血战的爆发。 突然, 昏暗中, 有数十枚温润如玉的硅甲片出现, 在那里跳动, 闪耀光辉, 随后混沌弥漫, 天机混乱。 长生世家的一些人低呼, 啊, 仙规假片? 这本是一头仙规的假片可以占卜, 能问到未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不过, 在当年一战中被打残, 后来, 这东西虽然能用来补挂, 但却不能预测大天机与未来了。 先古末年一战, 就是以此龟甲定对手, 将他们抛弃, 那里天机混乱, 归于蒙美, 龟甲会将战场中的一些人定为对手。 有人说这是随机选择的, 但也有人相信, 这其实是在某种因果下进行的, 未来会关乎对手所在两族的族运等, 悬而又悬。 第1767集, 霞光一闪, 一块龟甲冲破混沌, 飞向雾矮中, 落在异域一位荧光跳动的年轻生灵进前, 蛇叶叉走出, 银色的舌头高昂, 突出银色皮链般蛇信子, 凶起滔天在那里张狂大笑, 他目光阴寒, 大步地向前走去, 很幸运, 我第一个出场, 我的对手是谁? 颤抖吧, 匍匐在我的脚下吧! 他有人足的躯干, 双腿双手等, 蛇的头颅, 以及银色的蛇尾, 更有一对银白的叶叉翅, 凶猛而吓人。 另一边, 所有人都心头一沉, 人选出现了, 混坤, 他早年为天神书院弟子跟绿陀王羲妖月公主并列, 都是修出三道仙气的天宗奇才, 修为极强。 不过, 很可惜, 他进入仙院后, 并没有得到一颗无瑕的古种, 按道理来说, 不如大虚陀, 蓝仙, 小天王等人, 故此, 所有人都心中沉闷, 难以说出一句话来。 玄坤一叹, 看着眼前的龟甲, 短暂沉默而后笑了笑, 诸位道友, 何须如此, 为我诸位, 我去杀敌。 有人大声喊道, 玄坤必胜, 许多人大喝为他鼓气, 好, 我去了。 玄坤大步地向前走去, 精气神如沸腾的烟雾般, 从躯体内冲起, 每一步落下, 他的气势都提升一节, 到了最后, 他进入战场时, 三朵大道之花悬在头顶上方, 不断地绽放, 垂落下丝丝缕缕的仙道薄烟, 没入体内, 形成一种大道循环。 天地颤抖, 空间塌陷, 扭曲, 星斗在其周围浮现, 一朵又一朵金帘, 在附近绽放, 各种异象拼出, 这是修出三道仙气者, 感悟大道, 亲近大道, 有所收获时出现的精实异象。 在这一刻, 玄坤悟道了, 将自身提升到了有生以来的最绝颠状态中。 你不行, 换一个人来。 舍叶叉十分暴躁, 突然这样大吼, 面对最强状态中的玄昏, 竟是这种姿态。 九天十地这一边, 所有人都愤怒, 这太欺辱人了, 竟敢这样面对一位强者。 舍叶叉嘶吼道, 你没有一颗完美的种子, 不是我想要的猎物。 很明显, 完美的种子对他很重要, 让他彻底愤怒以及失态了, 机会难寻, 第一个出场, 却没有遇到真正要杀的生灵。 玄坤出手, 上废话, 杀! 三道仙气化作三柄神剑, 成为惊天长虹, 向着天空刺去。 舍叶叉目光阴冷, 他背后那长大的银色蛇尾猛然一甩, 伴着灰色的雾碍, 砸塌虚空, 跟三口神剑撞在一起, 金属声音刺耳, 火星飞剑。 众人动容, 这舍叶叉虽然张狂, 但是真的太可怕了, 他居然在以肉身硬害仙气化成的三口剑。 不对, 那些灰武很特别, 堪比仙气, 让他肉身不坏, 接应到了无法想象的境地。 大战就这样爆发了, 玄坤舍生望死, 大战舍叶叉, 出动了各种神通, 施展了所有的宝树, 但是, 很快人们的心就沉了下去, 明显看出玄坤不敌, 因为那舍叶叉太从容了, 身体坚固不坏, 或以蛇尾抽碎各种宝树符纹, 或以双手崩开各种神通, 冷静而镇定, 他并不费力, 身体强悍的无法想象, 玄坤又数次以法印打在他身上, 结果只是冒起了一串火星, 根本打不动, 相反, 蛇叶叉一次手臂擦中玄坤时, 让他大口磕血, 两者有一定的差距, 激战一百多个回合时, 蛇叶叉目光阴冷, 背后的银色翅膀发光, 符纹铺天盖地, 向前拍击, 顿时让虚空崩碎, 毁灭之力到处都是, 这是一种强大的攻击, 各种异象拼出, 比如星斗坠落, 虚空堂血, 伴着诸多大日滚动等, 这是蛇叶叉的绝学, 练到高深境界时, 双叉一盏, 星空崩, 大宇宙都要均烈毁坏, 玄坤遇到了危机, 他挡不住不断后退, 但却被牢牢地锁定, 只能硬汗, 银色双叉再次拍击减, 荧光沸腾, 战场被淹没了, 玄坤也被淹没了, 一切都看不到了, 舌叶叉冰冷的声音响起, 结束吧, 啊的一声惨叫传来, 然后战场渐渐静了下来, 荧光连去, 没有奇迹发生, 玄坤败了, 而且战死, 一对银色叶叉叉叉, 遮盖前方, 紧固了玄坤的躯体, 令他无法震动, 一条银色的蛇尾, 此时如长毛板, 刺入玄坤的胸口, 汲取他一身的惊血, 后方, 许多人大叫, 目刺欲裂, 玄坤眸子暗淡, 望着九天十地这一边, 早已说不出话, 因为生机断绝了, 那条银色的蛇尾, 不仅刺透了他的心脏, 还从体内冲进头骨中, 搅碎了他的元神, 噗的一声, 最后, 玄坤身体炸开, 化作血雾, 形神俱灭, 不复存在, 可是, 所有人都忘不了, 他临死前的暗淡的毛子, 遥望着九天十地这一边, 他有话想说要告别吗? 但是就这样死去了, 所以他胸微阵势, 露出了一嘴雪白的獠牙, 依照当年的规矩, 我是胜利者, 还可以留在战场, 我还要战, 这个生灵太弱, 没有传说中的那种无上保障, 实在不够看, 下一个人, 别让我失望, 九天十地这一边, 所有人都气坏了, 尤其跟玄坤认识的人都发思倒数, 怒血沸腾, 恨不得要扬天长孝, 许多人大叫于背乎, 玄坤, 十号看到远处的仙规假片发出清光, 又要为蛇叶叉选择对手了, 他立刻迈步而出, 大吼道, 慢, 他向前逼去, 没有必要这样选对手, 我来出场, 一个打三个, 如果你们还是害怕的话, 我一个人打你们十个, 何须要时常对决, 十号真的忍受不住了, 之前也就罢了, 看着相风, 赤发神军等前辈高手战死, 他帮不上忙, 现在同辈对抗, 他怎能做事呢, 想要立刻出手, 没有规矩, 怎成方圆, 对面, 一声断喝, 如同一面天鼓在雷动, 简直要将十号的神魂彻底炸开, 关键时刻, 大长老孟天正大秀一幅, 磨灭虚空中丝丝缕缕的涟漪, 化解了这种灾难性的后果, 大长老寒生说道, 你想袭杀我弟子, 想逼我灭你这年轻一代所有人吗? 你做不到, 而我只是在警告他, 规矩已定, 谁都无法更改, 对面, 那三尊如同化石般的身影中, 中间的生灵冷漠的开口, 十号无恙, 他的原神极其强大, 刚才只是不稳固, 被大长老化解危难后, 他双目神光如点, 这是我的一个请求, 敢硬战斧, 他盯着舌叶叉, 还有后方的一群年轻生灵, 舌叶叉冷冷的回应, 你算什么? 没有我需要的种子, 凭什么给你机会? 走开! 你当自己是谁啊? 西年的吴中先王吗? 枉也以一敌我族诸王? 笑话, 你拿什么来跟我等争? 没有包装速速闪开! 对面, 一群生灵反应不同, 有人嬉笑毫不在意, 有人冷声斥责, 敌意很浓, 还有人头都没有抬, 将他无视, 抑郁的一位老者说道, 规矩就是规矩, 除非你有干扰规矩的能力, 速速后退, 否则别怪武杀生, 大长老孟天正一叹, 暗中传音, 让十号回来, 规矩已成, 如今无法更改, 九天十地这一边, 许多人大呼着玄坤, 带着悲意, 尤其是曾在天神书院修行过的人, 更是坦息不止, 一代天才就这么岸然而逝, 可恨哪, 可恨哪, 许多人咬牙切齿, 玄坤战死, 还被对方轻视折辱, 在那里叫嚣, 他们恨不得立刻出手, 可惜, 连荒想要去对决, 都被驳斥了, 不能妄自行动, 只能等待, 闲规假骗安排对手, 十号心中非常的不平静, 战血早已滚热, 恨不能立刻上场, 从来没有一次像今日这般渴望战斗, 祈祷下一个就是他, 然而他失望了, 闲规假骗那里锐光缭绕, 混沌气翻滚, 最后一枚假骗飞来, 落在吕红的近前, 短暂寂静, 吕红迈步走出,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吕红, 你要小心, 一定可以战胜他, 战杀蛇叶叉, 后面一群人喊道, 真的很希望吕红胜出, 杀了那个银翅蛇叉, 太可恨了, 许多人都想为玄坤报仇, 第1768集, 不管以前如何, 是否有矛盾, 是否存在竞争, 但在今日所有人都同仇敌凯, 在大命运抉择下站在一起, 西纪可以击毙异欲凶徒, 吕红, 来自长生世家, 吕家, 他体内有勃勃生机, 远胜其他所有人, 所过之处, 干枯土地都会发出嫩芽, 沙漠中都会绿意匆匆, 有人说, 他在这一纪元如果顺利成长起来, 将化作生命女神, 或可成仙, 吕家一些长辈喊道, 孩子, 小心哪, 为他担心, 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这可不是九天十地间修饰的切磋, 而是生死对决, 从开始到现在, 几乎常常都有人死, 太残酷了, 吕红很美, 向前走去, 身段婀娜, 肤色白皙, 满头绿发飘舞, 我感觉到了, 他体内有一颗宝肿, 所以也插眼中荧光大盛, 尾巴在地上不断地拍打, 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 你回来, 然而就在这一刻, 抑郁的一道古老身影传音, 命令蛇叶叉回归, 为什么, 我要跟他一战, 这是我的猎物, 蛇叶叉不服, 忍不住喊叫出声, 那古老的身影冷漠地问道, 你在质疑我吗? 不敢, 水叶叉颤抖, 生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在异域等街森严, 他万万不敢惹怒这尊古生灵, 你是胜利者, 还有机会再出手, 如今让其他人感受一下敌手究竟如何, 人人可战, 这是要练兵, 让异域的年轻王者都有机会出手, 显得毫不忌惮, 就是这么的直接, 九天十地这一边, 众人脸色难看, 但却难以说出什么, 目前形势比人强, 他们败迹太多, 水叶叉回归后, 远处的鲜龟甲片发光, 痴的一声, 飞出一枚银润的碎片, 落入异域年轻王者间, 引发一片惊呼声, 选中了我, 真是运气, 一个金发女子笑声不绝, 身段摇动, 背后黄金鱼翅发光, 如孔雀开屏十分灿烂, 黄金魔鸟, 鲜龟甲片发光选中了她, 真是被运, 为什么不是我呀, 太可惜了, 传说中的生命先种, 居然同我无缘, 其他王者在抱怨, 很是不满, 一个个懊恼无比, 这种话语, 这种姿态, 着实让九天十地的修士生怒, 浑然不将他们放在眼中, 吕红到了战场, 后方的吕家众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十分担忧, 万万没有想到她的对手会是黄金魔鸟, 要知道, 这可是惊动过吴忠先王的一个种族, 当年对九天十地的高手造成了极大伤害, 献上生命之种, 我可以饶你不死, 黄金魔鸟很直接, 他此时为人形, 满头金色发丝披散, 光亮无比, 话语带着一股杀意, 当年, 吴忠先王覆灭你族, 不想还是有漏网之鱼, 吕红很干脆地说道, 大胆, 你敢提这桩往事, 黄金魔鸟惊怒, 高条的躯体摇动, 一步就冲了过去, 向吕红攻杀, 黄金魔鸟一族曾经被灭, 吴忠先王当年觉得他们危害太大了, 提着仙忠, 只身闯异界, 将该族阻递地化成废墟, 杀了个彻底, 哭的一声, 大战爆发, 黄金魔鸟跟吕红交手, 无比的激烈, 两者都舍生忘死, 在那里贫杀, 仙气弥漫, 生命蓬勃, 就是虚空中也是如此, 许多神腾扎根虚无间, 长在天穷上发出曝光, 照耀此地, 腾万, 草木等疯狂暴涨, 向着黄金魔鸟缠去, 更有一片绿色的生命海洋出现, 汹涌澎湖澎湃, 要将黄金魔鸟封在当中, 呱的一声, 就在这一刻, 一声突兀的叫声传出, 让生命气急中断, 吕红身体剧烈摇动, 大口磕血, 原神暗淡, 那叫声很刺耳, 很难听, 黄金魔鸟终于发动了本命神通, 端得是可怕无比, 只是名声而已, 让人保树中断, 神魂受伤, 原神差点崩开, 这就是黄金魔鸟的可怕之处, 叫声一出, 大杀四方, 很难对抗, 尤其是在大规模的军团征战中, 杀伤力会更大, 无差别攻击, 整片战场都在笼罩范围内, 后方, 许多人大叫着吕红, 吕红无比担心, 吕家人更是心胆皆寒, 恨不得立刻冲过去救援, 可是抑郁的一些古老生灵在对峙, 谁敢妄动, 他们会下死手, 被这种魔鸟击中, 动辄就会神魂散开, 生死盗消, 最是可怕, 吕红身躯摇动, 原神发光, 他最大的优势就是生命力强大, 故此, 第一击他没有死, 熬了过来, 并且疯狂出手, 展开反击, 有人低语, 可惜, 吕红生命力很强, 但并不善战, 相对来说, 他足够强大, 胜过玄坤, 但是相对他那超越众人的生命力来说, 他的战斗力, 却不能独步天下, 老辈人物都知道, 生命之种的作用太大了, 但大多时候用来辅助, 救治其他人, 适合团队战中帮助他人, 吕红很重要, 未来也许会发出巨大的作用, 战斗再继续, 很明显, 黄金魔鸟也不可能时时发出那种叫声, 消耗极大, 所有名音过后, 他以其他手段对决, 暂时寂静了, 三百回合后, 黄金魔鸟终于再次发出了一声魔音, 贯穿吕红, 让他大口磕血, 眉心军裂, 额骨出现一道道裂痕, 吕红遭遇重创, 神魂受损, 但是他强忍着, 又坚持了下来, 可是, 吕红受伤很重, 在黄金魔鸟疯狂的攻击下, 又连续磕血, 六百回合后, 当吕红以自己惊世的生命力, 再次逐渐好转, 将要复原时, 呱的一声, 又一次听到了魔音, 尽管吕红已经以神光护体, 以符纹守护额骨, 护住头颅, 但还是挡不住, 那魔音化作涟漪, 让他额骨罪裂, 险些陨落, 我就不信, 杀不了你, 到了这一刻, 黄金魔鸟也有些吃力了, 没有想到遇到这样一个对手, 生命力太旺盛, 有些克制他, 可惜, 吕红没有什么盖带杀法手段, 乃以逆天, 第九百回合时, 黄金魔鸟猛然发出最为璀璨的光, 他直接显露本体, 化作一只持许长的金色魔鸟, 发出比以往都要巨大的魔音, 这一刻, 没有奇迹发生, 魔音贯穿吕红眉心, 并且, 金色羽毛飞蛇, 足有上百根, 刺进吕红的全身各处, 让他直挺挺地倒在枯冷的古战场上, 血水不断流淌, 后方许多人大叫, 吕家人更是发疯了, 要冲过去, 战斗结束, 这般落幕, 一股血光冲起, 黄金魔鸟虽然疲惫, 但还是在第一时间动手, 取出吕红体内的一颗种子, 蕴含着无尽的生机, 那种子想逃, 但是却被他念了一段咒语后, 渐渐地安稳了下来, 九天十地这一边, 众人凌然, 抑郁果然有针对他们的办法, 有应对的措施, 对完美古种研究到了惊人的地步, 远处, 显规甲片发光, 清灰弥漫, 黄金魔鸟大吃一惊, 一阵悚然, 脸色发白, 因为跟他对应的那块鲜龟甲片, 出现了一抹烟红, 如血在地, 且上面有字, 他声音发颤, 大叫着, 问谁姓石, 死前, 死局, 后方, 就是那三尊如同画师般的古老生灵都一惊, 没有想到直接见到这种情况, 一人喊道, 回来, 回避, 远处, 十号低语, 我姓石, 如同野兽在咆哮, 怒发乱舞, 他真的很想上场, 这一次该他出手了吗? 第1769集, 孩子, 孩子, 吕家人上前背吼着, 心伤欲绝, 将吕红的染血躯体抢了回去, 原本生命气息蓬勃的一代利人失去了生机, 十号真恨不得立刻上场, 马上出手, 将那水叶叉, 还有黄金魔鸟斩掉, 打碎他们的, 还有信念, 黄金魔鸟化成人参, 脸色苍白, 缺少血色, 满头金发都在舞动, 他急速后退, 内心异常的惶恐不安, 跟他对应的仙甲龟片, 居然出现了一片阴红色, 望之触目惊心, 让他胆寒, 不得不退, 此时不仅十号在迈步, 另一边还有一个人在动, 向前走去, 是十亿, 这让人们一正, 实性年轻高手, 不仅有十号, 还有一个十亿, 成统者号称不败的神话, 这几年以来, 十亿非常低调, 没有人知道他的修为进展, 不了解他的实力如何了, 因为他极少出手, 忽然还有一个人向左右张望, 这让众人又是一阵惊讶, 是秦号, 他也来了, 观看远处的仙规假片, 不知道是否会选择他, 许多人惊讶, 来自三千道州的修士则恍然, 顿时明白, 这个地方可不只是十号, 与十亿两人姓时, 还有一人, 秦号, 他是十号的亲弟弟, 很受仙院一位长老看重, 再次观战, 只是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中, 他并没有跟自己的兄长, 十号深谈, 只是隔着很远, 点了点头, 便默默地关注战场了, 此来到大赤天边江后, 九天十地的人不断失利, 英杰死了一个又一个, 让人感觉心头沉重, 少有人多余, 远处, 鲜规假片闪耀, 清灰溢出, 混沌物扩散, 那里天际被蒙蔽, 一切都混乱了, 少有这种事发生, 假片染血, 意味着陨落身伤, 这是命运的警示, 会出现死局, 黑暗深渊盘, 抑郁的一位古生灵清雨, 十分罕见, 这种事儿极少发生, 鲜规假片曾经是无上之宝, 可以用来占卜, 预测天下大势, 个人命运等, 后来他在战斗中被打得崩坏, 成为残宝, 作用大减, 不过, 偶尔有时他也会通灵, 自主发光, 浮现蚊子, 预示出一些天机, 当与黄金魔鸟对应的假片出现血色时, 一些古老的存在, 脸色都变了, 他们知道情况危急, 当一位古老生灵召唤金犯女子后, 他速度非常快, 退了回去, 根本不敢在场中停留, 哪怕片刻, 生怕覆灭在此, 抑郁的年轻王者皆恶然, 有些不太确定, 那鲜规假片预测的真的准确吗? 因为金犯女子虽然算不上这一辈中的盖带高手, 但绝对不算弱, 足以称得上很强, 他若不回归, 居然有性命之忧, 先归假片那里, 随着金犯女子退走那里一阵紊乱, 混沌剧烈翻腾, 同黄金魔鸟对应的假片血色暗淡, 嗯, 不简单, 假片不在阴红就这么化解了, 有点古怪, 不会在日后应言吧, 或者说, 那个人跟整个黄金魔鸟一族有因果, 抑郁的一位古老生灵说道, 就在这时, 混沌中飞出另一块鲜规假片, 冲向十号, 可是稍微一顿接着飞行, 到了十亿那里, 众人惊异, 哎, 难道是他? 然而他还是没有止住, 横空而过, 悬在了秦号头顶上方, 许多人一证, 到底是要选择谁呢? 咻的一声, 仙规假片落下, 出现在圣院一位弟子的近前, 闪烁清晖, 这次不再飞走, 瞬间悬中了他, 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居然是圣院的弟子, 跟三十都无关, 抑郁的一位老者自语, 他也没有料到是这种情况, 不同寻常, 难道说, 此人非常强大, 抑郁的一群年轻王者, 一个个醋眉, 露出郑重之色, 闲远, 圣远, 长生世家的老古董们, 也都眯起了眼睛, 不知在撕寸着什么, 此计, 仙规假片再次闪耀, 选定抑郁的一位年轻强者, 那是一个银发女子, 连瞳孔都是银色的, 身材很高, 如一株银帘摇曳而至, 虽美丽, 但却无人欣赏, 因为目光太凌厉了, 如同两颗银色星辰在闪耀, 圣远的这位弟子很干脆, 主动攻击, 动用平生最强力量, 这是一个奇才, 只因不曾行走于世间, 威名还未险, 非常强, 不会比七姑道人弱多少, 但是很可惜, 抑郁的这个银饭女子太强了, 比只黄金魔鸟还要可怕, 这场战斗让人不忍目睹, 仅仅就一百余招而已, 圣远的这位天才动用一身所学, 燃烧精气神, 将他所掌握的各种宝树, 推向了绝颠, 可还是败了, 这银饭女子身段婀娜, 动作优美, 一步一生连, 脚下发出大道光辉, 银色长发舞动间, 右手一直点出, 一朵鲜艳的血花绽放, 圣远的这位天才双目大征, 失去了神才, 她的额骨那里出现了一个血洞, 扬天栽倒了下去, 女子并不停留, 转身就走, 她肤色雪白, 冷艳中带着一缕轻蔑之色, 不曾将这场战斗当作一回事, 太弱了, 这种人也配称作年轻至尊, 可笑, 她转身离去, 不经意瞥了一眼九天十地那里的年轻修士, 很是轻蔑, 看不起, 所有人都握紧了拳头, 倍感憋屈, 自己的人被杀本就是痛与伤, 还被人这般奚落, 所有的人都要发狂了, 有人忍不住大贺, 你叫什么? 银灵, 齐龙古山脉中的白银王族, 不服吗? 银犯女子很居傲, 也很强势, 直接这般回应, 九天十地这一边, 长生世家的一些老者一灵, 知道这个古老的家族, 该族能将对手化成为金属液体, 有奇异神通, 可是, 刚才这个名为银灵的女子, 并不曾施展, 都没有动用底牌, 场中, 九天十地的人心头沉重, 接连三场了, 死去了三个年轻英节, 还不曾胜一场, 十分残酷, 很快, 鲜规假片发光, 选定了第四对人, 有人惊呼, 是他, 这一次假片选中子日天君, 绝对的高手, 若非曾败给十号, 他是一个传奇, 出生时就具有异象, 紫霞缭绕母胎, 若大日降世, 黑暗深渊不远处, 那里发出咔咔声, 地面许多石头碎裂, 敌人出现, 这是一个奇异的种族, 他拥有武功的躯体, 成岸金色, 冷冽而坚硬, 百足划果, 巨石等全部破碎, 不过, 他还有一双人类的腿, 可以站在地上行走, 武功的部分躯体拖在后面, 如同尾巴, 并且他还有一对螳螂臂, 也成岸金色, 锋锐如同两柄长刀, 发出森寒的光芒, 这个怪物一看就知道非常强, 不是一般的生灵, 武功躯体靠一双人足的腿立着, 看起来发肾, 慌的一声, 声势浩大, 紫日天君出手没有多余的话语, 甲鱼无穷子气, 施展大神通, 攻击这个生灵, 强强的, 那头可怕的生灵躯体是一节一节的, 行死无功, 此时岸金躯体如同神剑载鸣, 刺目无比, 且武功足启动, 发出可怕的神盲, 他腾空而起, 直接向紫日天君撞去, 第1770几, 远处, 各大长生世家的人神色严肃一语不发, 因为他们认出了这种生物, 绝对的可怕, 名为唐吾, 这是异域的冷血王族, 该族向来杀伐之气滔天, 如同来自地狱的君王, 凶名震骨金, 强如紫日天君动用绝杀宝树, 第一个照面就被破解了, 那条唐吾斩动躯体, 破碎虚空, 硬汗达到符文, 身体铿锵作响, 坚固不朽, 所有人都惊悚, 该族太可怖了, 居然打不动, 唐吾快如闪电, 人类的双族腾挪, 他直接就到了紫日天君的进前, 抬起螳螂臂, 发出暗金神光, 立劈而响, 动作快而狠, 最为重要的是, 他的螳螂臂带着抑郁大道气息, 如天崩一般, 无坚不摧, 压制万物, 唰的一声, 整片苍穹都被他劈开了, 这一刀截断天地, 唯有雪亮的刀芒闪耀, 成为了唯一, 太可怕了, 许多人都倒吸冷气, 年轻一代人都变色, 这只唐吾不愧为凶悍, 君王级生灵, 简直不可力敌, 这一刻, 紫日天君心头一沉, 施展紫气东来大神通, 并且动用了那颗无暇古种, 让他凝聚于显化, 当的一声, 这一刀斩下, 鸿蒙紫气种被劈中, 剧烈腰动, 响声震耳, 虽然只是部分鸿蒙紫气凝聚而成, 但也依旧足够坚韧, 可是在这一刀之微下, 紫气还是散开了部分, 临时显化的种子不稳, 紫日天君怒了, 啥, 此时眼睛都红了, 不能再败, 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还想靠这一战树立, 无敌信念呢, 惊世大战爆发, 紫日天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拼命过, 这一次他上来后就在积聚力量, 要动用鸿蒙紫气种的最高力量, 并且自身的精神调整到巅峰, 可以看到, 他的额骨钳血量无比, 有一团白眼在沸腾, 那是灵魂之光, 展现最强精神力, 至于他的肉身, 在轻微的颤抖开启了所有潜力, 竭尽所能, 在这里大战唐吾, 要将他击杀战场中, 此战, 惊天地弃鬼神, 紫日天君使出浑身解树杀到癫狂, 披头散发, 热血沸腾, 但是, 这条唐吾太强了, 哪怕在他动用鸿蒙紫气种时, 对方也有破解之道, 吟诵一种古咒语, 居然可以干扰无暇古种的威势, 甚至, 有一次险些中断保肿跟紫日天君的联系, 让他大吃一惊, 九天十地这一遍,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意识到, 天大的麻烦出现了, 异域针对古种研究出了一些可行的门道, 第八百回合时, 唐吾张嘴喷出了一片乌光, 这是他的本命秘术, 那种光浮蚀万物, 让虚空塌陷, 连时间都紊乱了, 大虚托等人低呼, 不好, 此日天君被压制了, 同一时间, 唐吾在以神念吟诵语, 震荡天地干扰了鸿蒙子气种的威势, 像是掐住了紫日天君的命门, 噗的一声, 接着, 雪亮刀光一闪, 长虹惯日, 这一刀劈断天穷, 而子日天君在这一刀之下, 被拦腰斩断为两截, 鲜血洒落, 碰的一声, 唐吾出手, 掘取出鸿蒙子气种一把夺走了, 雪亮刀光闪耀, 他再次出刀, 将子日天君斩成束断, 连头颅都被劈开了, 残酷而无情, 战场寂静, 无人说话, 九天十地这一边也失音了, 许多人眼角都要瞪裂了, 可是又能怎样, 还是败了, 又一位年轻王者陨落, 血与骨的恨啊, 许多人都快发狂了, 但是却难以吼出声, 接连四场大败, 四位年轻王者横尸战场上, 倒在血泼中, 任你不甘, 可现实就是如此血淋淋, 在此时, 所有人都体会到了 先古末年那一世的人 有多么的不甘, 还有绝望, 这种战斗结果让人悲愤, 甚至, 很多人心如死灰, 觉得前方一片黑暗, 好称拥有无敌古种的人, 都这么败了, 还有什么希望可言, 心虽然愤有爱, 但是却看不到光明, 从这些战斗中, 所有人都看出了端倪, 抑郁绝对的强大, 无论是古代的生灵, 还是当时的年轻王者, 一个个都如同不可战胜的魔神版, 之前, 十号还很怒, 还很恨, 但现在他神色冷漠, 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冰冷地望着战场, 他的心从未有过的沉重, 如何去战, 哪怕他无惧对面的年轻王者, 可是赢了的话, 还要面对更多的人, 他深知, 这一届的无暇古种被抑郁找出了破绽, 寻到了对付的方法, 后果严重到极点, 也许, 日后少有人可与他并肩作战了, 十号心中发冷, 哪怕给他时间, 有朝一日他成长起来, 也可能要只身面对无数的人, 少有战友可相助, 一个人独占一遇, 那得多么的可悲, 不现实, 太弱了, 唐吾吐出了这样几个字, 打破了战场的宁静, 他看着地上的尸体, 不, 不, 有人大叫, 那是子日天君的族人, 还有仙院的长老, 真的不忍看到这一幕, 许多人背呼, 主上, 主上, 还有一个书童, 也在撕心裂肺的大叫, 清冷的风划过大地, 卷起一阵血腥味, 让这边的每一个人, 都体会到一种绝望, 还有森冷, 抑郁的一位古老生灵说道, 天月, 在我们这一边, 唐吾转身时忽然发现, 跟他对应的那块鲜龟甲片, 发出圣烈霞光, 锐气滔滔, 抑郁老一辈人又惊又喜, 天相大吉, 下一个对手, 会导致你道运龙厚, 真是罕见, 抑郁一位老者解释, 他们这一边许多人都惊讶, 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就像是黄金魔鸟, 对应的假片染血一样, 这种事少见, 那代表了大凶, 而现在则正好相反, 示弱一向, 咻地一声, 黑暗深渊派一位老者出手, 我先带你保存, 将鸿蒙子气肿禁锢, 召唤了过去, 并让唐吾留在了战场中, 唐吾面对九天十地的年轻奇彩, 他十分的冷酷, 天运载我, 哪一个来送死, 他十分的冷酷, 目光悠悠带着冷意, 还有一种轻蔑, 跟他对应的假片锐光澎湃, 十分的炫目, 鲜贵假片通灵, 遇事了大吉之相, 抑郁的一群年轻王者, 一个个都无比羡慕, 恨不得取而代之, 去前方征战, 只是, 他们不敢妄动, 谷祖已经发话, 没有人敢下场, 九天十地这一边, 一片悲声, 锐光居然为抑郁而生, 让所有人备受打击, 一些人心灰意冷, 在大哭声中, 一群人将紫日天军残躯抬走, 为他拼接, 努力组成完好的躯体, 就这么死了吗? 这一族人不甘, 就是外人也简直不能相信, 紫日天军降生时, 可是伴随着一轮紫色大日啊, 孩子, 你太在意胜负, 何须如此, 也许正是那颗种子害了你啊, 若无他, 你也许走得更远, 一位老者凄凉长叹, 老泪滚落, 吃的一声, 鲜龟假片发光, 飞出一块碎片, 再次选择了一个人, 唐吾没有退走, 那么意味着他的对手出现了, 居然是他, 人们侧目, 看着一个方向, 第1771级, 秦浩呆呆发愣, 他成为了出战者, 被选中, 此时他的战衣铿锵作响, 荧光灿烂, 体内更是发出道鸣声, 就是抑郁的声灵翼望来盯着他, 抑郁一位古老的声灵露出惊荣, 嗯, 他的战衣有古怪, 很有可能是先王甲碎片炼成, 古怪, 在他体内, 有一块骨, 太特别了, 黑暗深渊畔, 一位古祖开口, 非常的吃惊, 他的眉心露出一只树眼, 竟看透了秦浩体内的秘密, 很快他们醒悟了, 立刻明白, 那块骨多半是上一纪元某一位大人物的, 既存在他的体内, 还有生机, 造化呀, 那块骨了不得, 难怪先规甲片一动, 一旦杀了他, 便可得到那块骨有大秘密, 他们低语, 洞悉了原因, 很不是我出手, 抑郁的一些年轻高手极度, 想取而代之换掉唐吾, 去猎杀秦浩, 从而得到大机缘, 唐吾一改之前的冷酷放声大笑, 点指秦浩, 你过来受死, 你, 我会杀了你的, 秦浩气愤, 迈开打步, 向前就走, 他是一个骄傲的人, 从以前不断跟十号相比就可以知道, 突然, 一条手臂拦住了他的去路, 前方一道身影, 背对着他, 如一堵山横在前方, 挡住他的路, 哥哥, 秦浩低声叫道, 你不要去, 十号沉声说道, 他没有转身, 而是盯着前方的唐吾, 你这不知死活的人, 想阻碍我获取猎物吗, 烂金色的唐吾, 目光变冷, 站在前方的一块巨石上, 俯视着十号, 哥哥, 神父去杀了他, 你年岁还小, 修为不足, 需要时间去巩固, 十号说道, 他的手臂非常有力, 横在那里, 不肯放他过去, 因为他知道, 自己的弟弟若是前去, 必死无疑, 不会是唐吾的对手, 他不能看着自己的弟弟亡死, 秦浩想要说什么, 我, 十号一摆手, 不让他多语, 他面对战场看向唐吾, 我是他的兄长, 让我替他出手可否, 笑话, 你算什么东西, 凭什么阻我获仙谷, 走开, 唐吾昂起了头颅, 不屑遗骨, 这个人是谁啊, 真当自己是什么人物了吗, 居然屡屡干扰决战, 真是可笑, 不知死活, 原处, 抑郁的年轻王者皆取笑, 在那里奚落, 看不起十号, 不将他放心上, 唯有黄金魔鸟一阵心计, 感觉阵阵胆寒, 总觉得面对此人时, 生出一股非常不好的感觉, 此时, 九天十地这边的许多人也都望来, 秦浩脸色通红, 哥哥, 你走吧, 让我过去, 透过十号的手臂, 愤怒地看着对面那些生灵, 不行, 十号纹丝不动, 阻在这里, 挡住他的去路, 年轻人, 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又一次搅闹, 这次我若杀你别人都无话可说, 哥哥, 你快走, 秦浩想绕道过去, 砰的一声, 十号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让他难以震动, 年轻人, 你想赠送在此吗, 对面, 一遇那里传来浩瀚威严, 同一时间, 九天十地这一边, 大长老也散发出强大威压, 针锋相对, 我按规矩来, 你们请看, 同时, 他对秦浩传音, 全力激活我送给你的至尊骨, 哥哥, 秦浩望着他, 快, 不要耽搁时间, 十号赤道, 秦浩的心结早已解开, 对十号不再像当年那么抗拒, 他文言照做, 一团神圣光辉充起, 无比灿烂, 至尊符文蔓延, 气象经苍语, 与此同时, 十号也激活体内的至尊骨, 让某一种天赋神通迅速复苏, 两个人的气息竟完全一样, 他们的体内, 都流淌着同一种至尊血, 还有同源的至尊骨, 十号共有三种天生的宝树, 曾经宋骨于秦浩, 故此有一种宝树重生于他的体内, 这一刻, 悬在空中的那块鲜龟甲片摇动, 被十号一把抓在手里, 依旧在发光, 当场悬中了他, 十号松了一口气, 跟他猜想的一般, 成功了, 你退后, 十号对自己的弟弟说道, 哥哥, 哥哥, 这里由我来, 十号神色严肃, 话语很重, 命令他立刻退回去, 这一刻, 所有人都发呆, 这鲜龟甲片怎么还能如此呢, 选定一个人居然还能变吗, 众人愕然, 就是抑郁那边的生灵也都张口结舌, 一阵无言, 秦浩想坚持自己去遗战, 可是被十号呵斥, 最后低头, 听从他的命令, 而后走去, 哥哥, 你要小心,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 该他们要当心了, 十号以平静, 还有自信的语气说道, 秦浩退走, 十号松开手掌, 那块鲜龟甲片并不飞走, 发出清灰, 照耀在他的身上, 确认已经选定他, 怎么会这样, 异域有一些修饰不解, 他们是兄弟, 且竟有同一种血脉之力, 十分罕见, 并且刚才气息完全一样, 等同一人, 一位年老的生灵解释道, 十号大步向前走去, 这一次异域无人反对, 谁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在后方, 有人喊道, 慌, 你一定要赢了, 失败了太多, 接连树为年轻至尊陨落, 让许多人都憋了一口语气, 已经快要吐血, 渴望一生, 迫切希望一扫腿势, 十号出场, 让很多人都生出了一股希望, 因为知道他非常强, 不过, 不过还是有不少人心中无敌, 失败了多少场, 心中忐忑, 且对十号并不是真正彻底的了解, 怕他也败亡, 这一刻, 这一刻众人都十分的紧张, 战场中, 唐吾脚下的巨石军裂而后炸碎, 他以人类的双足站在虚空中, 无功躯体半立, 目光冰寒, 你竟敢破坏我的大机缘, 我要将你分尸, 你这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 唐吾很生气, 面色阴冷, 十号很干脆的说道, 你马上就要死了, 唐吾大笑, 满是讽刺之色, 哈哈哈哈, 你们这一届的人死了一个又一个, 都是所谓的天骄, 算得了什么, 你也一样, 在我看来, 什么都不是, 远方, 抑郁的一群年轻王者皆大笑不已, 我, 既然站在这片战场, 就要杀你们全部, 十号平静而冷漠地说道, 话语震动了天地, 如雷音载激荡, 远处, 有一个书童跪一下, 冲着十号叩手, 我求你了, 一定要杀死那条蜈蜈, 他是子日天君的书童, 曾很敌视十号, 而现在却含着泪水跪在那里, 真诚的道歉, 认真叩手, 饱含着感情, 过去, 过去我错了, 求你, 为我主上报仇, 杀了他, 说到最后, 他背吼着, 而后放声大哭, 不管他过去如何, 这一刻他是重感情的, 为子日天君而伤, 向十号求主, 希望为自己的主上复仇, 好, 我答应你, 就在今日, 就在此地, 我杀了他, 就凭你妄想杀我, 别做梦了, 看你的状态都在发抖了, 呵呵呵, 不光是他, 其他人也都看到, 十号的双手在微微发抖, 甚至躯体都如此, 不过所有人都明白, 这不是害怕, 而更像是一种压抑后的释放, 我从来没有一刻像现在这般感觉状态良好, 终于, 可以出手了, 我的身躯在兴奋, 在颤抖, 说到最后, 十号大吼了起来, 一头黑色的长发在乱舞, 如同一个盖世魔王, 一股滔天的杀气冲出, 席卷了天上地下, 此时, 他比抑郁的修饰还凶狂, 伸展双臂, 仰头望天, 今日, 我一个人要杀你们全部, 来一个我杀一个, 来一队我杀一双, 斩尽你们年轻一代, 伴着这种话语, 他的周围出现了一道道巨大的闪电, 管通天上地下, 跟他声音共鸣, 有一座又一座巨大的雷池浮现, 这是天地奇景, 不是在施展宝树, 其声音在整片天地间回荡, 第1772集, 伴着吼声, 石方皆颤动, 一道又一道雷电瀑布, 从天穷上垂落而下, 景象惊人, 十号双眉倒树, 满头的黑色发丝飘舞, 杀气冲销, 此时他渴望一战, 西济沐浴, 滴血而生, 洗尽玉气, 唐吼哈哈大笑, 他并不惧怕, 立身在虚空中, 蜈蚣躯体闪烁冷冽的金属光泽, 一双螳螂臂, 雪亮如天刀横空, 接着, 唐吼俯视着地面的石号, 轻蔑地说道, 可笑, 就在刚才你们这一届的修士从老到少, 一个又一个横尸此地, 匍匐在我们的脚下, 倒是失败者, 不开一击, 你还敢妄言杀我, 流的血还不够吗, 卑微的族群拿什么跟我争, 你如何与我斗, 你们太弱了, 远处, 抑郁那群年轻的王者也都大笑了起来, 一些人露出轻蔑之色, 在那里冷言冷语, 大声奚落, 的确很可笑, 自古至今, 你们一直都是弱者, 从来没有胜过也敢咆哮, 这如同地面上一只可怜的虫子, 对九天上的一头天龙大吼威胁, 有用吗, 只会显得滑稽, 卑微, 这种言语很刺耳, 他们看不起这一界的生灵, 浑然不放在眼中, 非常严重的折辱了在场人的尊严, 用虫子跟天龙对比, 这是怎样的一种比喻呢, 实在是过分了, 让九天十地一群年轻人觉得十分屈辱, 说完了吗, 这是你们的遗言, 我杀完这只蜈蜈, 等你们下场, 来一个杀一个, 赶过来吗? 对面的一群年轻王者目光忧森, 许多人冷冷的望着十号, 杀气弥漫, 战场中一些数十万斤上百万斤的巨石, 在无形场域的作用下飘起, 而后怦然炸开, 石粉漫天飞洒, 这些人没有说话, 但是态度足以表明一切, 若是给他们机会出场, 一定要去杀十号, 直接毕掉, 自古以来, 世界另一岸的生灵一直大胜, 有着太强的优越感, 从过去到现在, 从未有人可以违逆他们, 对抗者皆伤, 全部覆灭, 眼前这个名为荒的少年, 自从一开始到现在, 一直在挑衅, 跟他们针锋相对, 最好的办法就是抹杀, 有人冷漠地说道, 唐吴, 你还不出手杀了他, 真的很愿意听一个卑微的声灵在那里狂言吗? 修行太枯燥, 难得有人敢对我等妄语, 且让他不知道天下, 高地后, 等真正震杀时, 岂不更有味道? 紧接着, 他又恢复了冷酷, 跟击杀子日天军时的气质一样, 一步一步在虚空中向前迈步逼来, 猎杀游戏真正开始了, 他面色阴寒地说道, 一条手臂化成血量天刀, 以摇指十号, 可以说他十分的自负, 从未想过会败, 强势而出, 是这片天地的年轻至尊, 为一群等待击杀的蛮处, 想送死就过来, 十号很冷淡地说道, 他捏拳翼, 整个人散发出一股清灰, 战血渐渐沸腾, 天运载我, 连仙规甲片都在为我绽放瑞霞, 结果早已注定, 唐吾淡然说道, 举起手臂, 要力劈前方敌手, 此时许多人惊诧, 正正地看着仙规甲片, 都有些发呆, 跟唐吾对应的甲片, 此刻竟然瑞霞尽脸, 有些灰暗了, 不再有锐光蒸腾, 直接改变, 许多人恶然, 这是怎么了, 为何会这样, 刚才还有残暇, 变化未免太突然了, 刚刚交手怎么就变了呢, 这有些不同寻常, 先是出战的人选变了, 接着连瑞诏都消失了, 仙规甲片神灰消退, 这很诡异, 唐吾脸色微变, 他才说完, 天运载他, 可结果当即就改变了, 这让他心中很不舒服, 目光阴逸, 神祖, 你可以去死了, 卑微的族群, 就如你的祖先那般, 匍匐在我们的脚下吧, 他的右臂挥动, 螳螂刀太璀璨了, 照亮了天宇, 向着十号斩去, 如地狱横空出世, 截断此界, 血气滚滚, 这是唐吾的杀念, 绝世刀芒雪亮刺目, 并伴着血光, 恨不得立刻将十号绞碎, 当地一声, 十号的躯体崩的笔直站在那里, 右手捏拳印, 发出一束赤胜的雷光, 击在了螳螂刀上, 冷冽的寒光, 刺目的闪电, 同时在这里炸开, 烟霞卷苍天, 天地炸开, 这一世大对决, 爆发的太强了, 当平静下来时, 光辉消退, 唐吾立身在虚空中, 俯视着下方, 凶器滚滚, 然而, 地面上十号站在那里, 纹丝未动, 同样没有受伤, 好生生的立身在那里, 未曾受到冲击, 有人不满, 唐吾, 这不是你的风格, 再出手留情吗? 唐吾只是在试探, 还有所保留, 他的蜈蚣躯体咔咔作响, 每一节都闪烁暗金光泽, 强大而坚硬, 你让我失望了, 远没有我想象的强大, 我不会留情, 一切到此为止。 刚才, 他虽然轻狂, 但却一直很谨慎, 现在稍微试探后, 他觉得没有必要了, 反正是要一战, 毫无保留, 全面爆发, 吃的一声, 唐吾电射而来, 整个躯体弓着, 快过闪电, 扑杀向十号, 掌口吐出一片乌光, 腐蚀万物, 且右臂化成天刀, 向着十号的头颅劈去, 这是志强一击, 不久前, 紫日天军就被乌光禁锢, 被天刀腰斩, 因此而陨落, 这一刻, 可怕的声响传来, 这虚空在崩塌, 因为唐吾的躯体太可怕了, 所过之处, 空间塌险, 时光紊乱, 他此时无坚不摧, 这是他在短时间内, 积聚的力量, 可以称作最强一击, 要在刹那间避敌, 地动山摇, 十号大吼出声, 他一跃而起, 真正的动手了, 就是等待这一刻, 因为他想立威,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杀伐对手, 要以血洗慈戒的屈辱, 要进行最具冲击力的震慑, 十号的周围, 一片又一片光艳腾起, 他如沐浴仙家到火的战仙, 眸子炯炯有神, 亮如星辰, 而体外被赤圣神霞淹没, 太璀璨了, 此外, 他体内的各种门开启, 以身为种凝结体内的潜力, 演化为清灰, 形成光幕, 化作一个圆, 笼罩他灿烂夺目, 光焰还有万法不侵的光团, 让十号看起来神圣而强大, 如同浴火重生的折仙散发着无敌的力量, 咔的一声, 天地扭曲崩开, 承受不住这种场域, 天摇地动, 唐吾喷出的乌光, 无法冲破十号体外的神环, 被那光团磨灭, 真正的万法不侵, 而当唐吾的手臂化成天刀回落下来时, 十号同样没有躲避, 而是发动至强一击, 右手浮现, 昆蓬符纹, 雷地符纹, 柳神文落等, 交融在一起, 至强无匹, 那只手直接影响血量的天刀, 第1773集, 这是在硬碰硬, 若是失败, 将被劈掉手掌, 这是最惨烈的对决, 一般的人绝不会如此, 肯定会相互忌惮, 不可能这么快进行两败俱伤的战斗, 十号这样做, 一是有自信, 二是想速战速决,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因为这种毫不躲避的战斗方式, 可以划数百回合, 甚至千招于一刹那, 于一招间完成, 因为如此硬汉, 赢了就是赢了, 输了就是输了, 简单而直接, 唐吾目光阴冷, 他没有想到十号跟他硬拼, 是一幅欲语食俱焚的打法, 让他冷笑不已, 我的躯体, 我的手臂, 坚固不坏, 还敢跟我比拼肉身, 这样立敌我, 找死, 这是唐吾的自信心, 这一刻天地间压抑, 所有人都在盯着那里, 注视战场内交战的两人, 九天十地这一边, 许多人紧张到了极点, 连呼吸都要停止了, 将要窒息, 因为内心太过忐忑, 生怕十号被杀, 要赢了, 不能再败了, 击杀掉这头凶狂的蜈蚣吧, 一些人在暗中祈祷, 渴望一场胜利, 用以洗刷耻辱, 树立信心, 异语这一边, 那些年轻王者都在盯着, 密切注视, 此时无人乱语, 真正关键时刻来临, 连这些人都有些紧张, 心灵不能宁静, 璀璨一刀, 雪亮刀光惊逝, 将天穷劈成两半, 景象骇人, 而这一刻, 十号迎上去的那只手, 就没有如此灿烂了, 只有丝丝缕缕的混沌器, 以及一些玄傲的符号在流转, 有些模糊, 十号断鹤, 右手化作掌刀, 跟螳螂臂遭遇, 两者撞在一起, 真正的血肉相拼, 生死硬汗, 结果如何呢?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此时彻底寂静, 每一个人都内心有些惶恐, 结果要揭晓了, 噗的一声, 血肉破碎的声音发出, 让很多人大叫, 像是身临其境, 是他们在经历一场生死决战, 在血光冲启时, 十号傲然而立, 没有受损, 而唐吾面孔扭曲, 巨头难忍, 他的右臂化成的天刀, 被对方的手掌生生的劈断了, 故此有大量的血溅起, 这是何等的可怕? 唐吾的手臂, 号称绝是一刀, 结果却被人徒手劈断, 这是一次可怕的交锋, 唐吾大吼, 整条右臂都被劈断, 鲜血孤孤而涌, 他难以相信, 自身毁败, 落在下风, 有人居然毁掉了他的一条重要的螳螂手臂, 两大高手如果进行正常的对决, 不知道要战斗多少回合, 短时间内肯定无法结束, 许多人大吼, 好啊, 斩得好, 击断他的手臂, 杀掉他的威风, 憋屈太久, 见到那个不可一世的唐吾遭遇这般重创, 所有人都沸腾了, 十号大鹤, 哪里走, 因为见到唐吾转身要逃, 他纵身虚空中, 追杀唐吾, 吃了一声, 唐吾挥动其躯体, 吴公身子如同鞭子般, 向着十号那里反抽而去, 虚空崩开, 十号一把抓住了吴公尾, 将他提了回来, 立刻跋山, 他的双手各自抓住部分吴公区, 而后猛力的一丝, 扑地一声, 血光蹦践, 唐吾的吴公躯体被扯断, 十号这简直是霸王姿态, 改代之勇, 沐浴鲜血而狂, 此时他一头黑发, 在那里乱舞, 被鲜血剑上湿漉漉的, 目光如闪电般赤声, 强大的唐吾, 居然在这次的硬汉中, 让人活生生的给撕了, 震惊了所有人, 唐吾在大吼, 染着血在哀鸣, 血浆很浓, 暗金色的吴公躯体拍击, 在虚空中翻腾, 唐吾的躯体被扯为两断, 剧痛让他难以忍受, 他上半截躯体逃窜, 挣脱了出去, 为此他付出代价, 自己又断落下一截身子, 伤上加伤, 吴公鞋洒落, 所有人都呆住了, 这么片刻间, 两大高手绝生死, 发生这等变化, 唐吾败了, 而且很凄惨, 躯体残破, 谁都没有想到, 战斗会这么的激烈, 索号时间又这么短, 总觉得才开始就又结束了, 太突然了, 人们都有些难以置信, 怎么会败, 唐吾被人扯断了躯体, 他的肉身又不是号称坚固不坏, 谨慎不灭吗? 后方, 抑郁的一群年轻王者动容, 第一次这么神色凝重, 别说是他人, 就是唐吾自己也难以接受, 不敢相信, 满怀信心, 他拥有绝对的自信, 要压制九天十地的高手, 可结果却落到了这部田地, 太惨了, 至于九天十地这一边, 早已沸腾, 牙抑太久, 终于得见一场大胜, 所有人都欢呼了起来, 渴望曙光终于见到, 对于这一戒来说, 从开战到现在太艰难了, 先是有百万年前的至尊相风被杀, 接着赤发神君等先后陨落, 随后又是吕红, 紫日天君等一个个拥有完美古种的奇才被斩, 实在可悲, 让人觉得整片天地都是灰暗的, 连呼吸都困难了, 唐吾说道, 你, 怀我道体, 破我尽身, 我与你不死不休, 他恨极了, 刚才他差一点就陨落, 若非果断地自斩一劫, 躯体摆脱出来, 真的就被那个年轻人击杀了, 唐吾从未想到过, 会败给九天十地这边的人, 这个年轻人太可怕了, 居然比他还凶猛, 如史前凶手出世, 十号回应, 那你就去死吧, 向前逼近, 冷酷而从容, 比唐吾更像魔王, 杀气澎湃, 唐吾目光冷悠悠的, 他没有其他选择, 这种决战是无法逃避的, 先归假骗选的对手, 依照规则, 唯有一方倒下去, 方算结束, 我要斩了你, 唐吾取出一块水晶, 当中封印着一滴 阴红的液体, 灿烂夺目, 如同一轮红色的太阳石, 这是其祖先的惊血, 他仰头喝了下去, 断体迅速生长, 这不是简单的成素肉身, 而是精气神全方位的恢复, 迅速到了巅峰, 痴的一声, 唐吾动了, 暗金色的躯体崩开虚空, 以超绝速度攻击十号, 他不去硬汗了, 而是进行正常的战斗, 他认为, 如果真正大战起来, 手段进出, 这个年轻人不可能断其躯体, 两人间的那种战斗, 最少也需要数百招, 不能浓缩在一世生死对决了, 不久前, 那是硬拼, 缺少技巧, 更无奥妙可言, 现在不同了, 他要靠自己独步天下的战斗技巧弥补, 将十号击杀于此, 果然, 这只唐吾有非凡的本领, 战斗本能惊人, 围绕着十号攻击, 化成了一团光, 九天十地这一边, 许多人的心都提了起来, 怕出现意外, 好不容易出现的大圣, 若是因此而被扭转, 那会让人吐血, 觉得世间黑暗, 十号只有四个字, 送你往生, 他施展可怕的手段, 背负昆蓬池, 脚下围缩地成寸大神通, 同时驾驭雷电, 三种秘术加持, 速度超越想象, 当的一声, 对于唐吾来说, 这一刻的十号是可怕的, 动用那无坚不摧的拳头, 硬喊崎岖, 不断轰杀, 这像是有意的, 以绝世霸权向他轰击, 他体会到了, 十号战斗技巧高得惊人, 绝对是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不是世家以资源堆积而成的天骄, 可是, 十号却不动用那些技巧, 更喜欢以最强悍的权硬, 直接轰杀他, 唐吾震怒, 你, 这不像是战斗了, 像是羞辱, 任你折腾, 我自一拳轰来, 以盖带全力击杀之, 事实上, 十号, 一是想要强势击毙他, 二是揣摩不灭精, 运转在自己的拳头上, 发现, 果然恐怖而惊人, 第1774集, 哄的一声, 唐吾壁无可避, 陷入僵局, 被迫跟十号对拳, 他挥动一双螳螂臂, 雪亮刀光照亮了整片苍羽, 刀气铺田盖地, 这让许多人变色, 可是到头来却很悲剧, 荡的一声, 震天响声发出, 十号应激其螳螂臂, 崩坏其肉身, 唐吾的两条手臂都被击断了, 血液再次溅起, 不仅如此, 十号形体如魅影, 一步一幻灭, 太快了, 追击杀法, 唐吾绝望, 就如同他杀子日天君那般, 当时自信满满, 力量无敌, 现在对方正是在以哪种状态对付他, 不可立敌, 不抵中, 十号一拳挥出, 带动着大道的气息, 弘大无边的拳翼挤压满天地, 仿佛有一片浩海星空浮现, 一颗颗大星在转动, 镇压而下, 唐吾彩笑, 难以动弹, 被压制在那里, 眼睁睁地看着, 那一拳如彗星撞击大地而来, 追拳, 十号打穿了他的躯体, 那吴公身原本一劫又一劫, 现在全面炸开, 血与碎壳乱飞, 唐吴大叫, 挣扎着, 想要护住原神, 可是十号的右拳发光, 带动着滚滚赤胜的声光, 如同最恐怖的火山喷发, 沿江滚通天上地下, 扑的一声, 唐吾的头被一拳击中, 此分武裂, 随后那拳头贯穿而过, 画面定格在这里, 震撼了所有人, 抑郁一代年轻王者毕命, 就此而折损, 死了, 唐吾战死, 战场寂静, 抑郁的年轻王者们都心惊很难接受, 他们这一边实力很强的唐吴居然败了, 被涂掉, 九天十地这一边, 发出震天的欢呼声, 尘埃落定, 这一场战斗他们胜了, 谢谢你, 我, 远处, 此日天君的书童跪下, 热泪滚落, 朝着十号跪拜, 表达感激, 还有其他人也都大叫起来, 一时间无比嘈杂, 按照规矩, 十号可以选择下场, 但是此时他却站得笔直, 如同一株轻松扎根在古战场上, 很久都纹丝不动, 下一个, 最后, 十号冷酷的声音响遍战场, 你, 好嚣张, 舌叶叉怒斥, 不服你过来啊, 斩你, 十号的话语简洁, 死死的盯着他, 还有黄金魔鸟, 以及一个银法女子, 十分的想击杀这三个生灵, 之前, 他们趾高气昂, 蔑视九天十地的修士, 还杀死吕洪玄坤等, 唯有一血还血, 才能洗尽屈辱, 你以为我不敢, 等我杀你, 水也差相当的暴躁, 通体银白, 一对翅膀煽动, 天风浩荡, 吹碎了虚空, 里条银色的蛇尾, 更是抽碎了许多数百万斤的巨石, 那就过来受死, 然而, 相归假骗此时发光, 已经为他选中了一个对手, 这是一个拥有十二对手臂的怪人, 头上有一对鸡脚, 如同山羊般的面孔, 毛发是金色的, 头发出十分惊人的波动, 抑郁的这位年轻王者冲来时直接大吼, 死吧, 以最果决的态度表达, 杀气冲天, 十二对手臂全都在结印, 以时间技术层出不穷, 这个地方被法力淹没, 轰的一声, 石浩以霸道手段还击, 根本不曾躲避, 他在以最激烈的密法回应异域人, 他就是这么直接的暴力反击, 所有秘术都被他击散了, 全光滔天, 亘古魔墙, 镇压, 那个生灵变色, 动用天赋神能, 口颂咒语, 十二对手臂结印, 召唤出一堵黑色的魔墙, 上面沾染满了血迹, 漆黑中带着血珠子压制而下, 魔墙震杀, 九天十地这一边, 长生世家的一些长老倒吸冷气, 这可不是一般的神通, 而是属于抑郁的祖术, 这是不同以往的神通, 一个族群掌握有一种秘术, 以此法击杀的人越多, 该秘术会越强, 传承也会渐渐的越厉害, 此时所见, 黑色的魔墙燃血, 那是先古一战中该祖祖先击杀的致强者的血染红的, 以诸多生灵的血液浇灌而成, 祖术, 他传承的越久, 威力越大, 这是一个种族历代杀伐的积淀, 而是一种积累, 当然, 后世子孙想要施展, 得激发出来, 自己领悟通透才行, 哄的一声, 黑色魔墙沾着血, 落在十号头顶上方, 强行压制, 十号一身断恶, 所谓的一语传承, 就是这个样子吗? 不过如此, 浑身发光, 几种宝树叠加在一起, 他动用一身霸道力量硬汗, 痴的一声, 在其背后, 一根又一根的柳树枝条, 化成秩序神炼, 冲向黑色墙体, 要将它动穿, 咳咳一声, 雷电万虫伴着混沌, 雷霆浮现, 十号通体发出闪电, 劈向那堵墙, 接着, 一头昆蓬浮现, 斩翅而起, 背负黑色魔墙, 猛力掀翻, 而后怒击, 一刀又一刀保树绽放, 十号再以最强硬的手段攻击, 最后, 虎猛一声, 黑色的魔墙军裂, 而后炸开, 伴着血雨, 他彻底解体, 被击毁掉了, 足述失败, 让他拥有十二对手臂的生灵, 面色苍白, 大口磕血, 两枪后退, 他遭遇最可怕的反噬, 十号不给他机会, 早已冲了过去, 捏拳印, 一道又一道全光爆发, 全面轰杀了过去, 你, 此生灵惊怒, 同时恐惧, 他不敌, 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噗的一声, 最后, 十号一拳将他打爆了, 根本阻挡不住, 令其整个人炸开, 血雨洒落, 虚空被染红, 一遇第二位年轻王者陨落, 这片战场很宁静, 所有人都盯着十号, 十号冷漠的说道, 下一个, 强势无匹, 说到做到, 要一个人对决所有人, 你, 你, 抑郁, 年轻王者又惊又怒, 黄金魔鸟, 银发女子, 蛇叶叉等更是一灵, 因为这一刻, 十号盯住了他们, 你们逃不了, 既然在十人列, 一个一个来, 全要清算, 十号冷酷无情的说道, 抑郁的年轻王者, 怎能不惊怒, 场中那个年轻人, 居然在喊下一个, 太随意了, 这是在轻视他们吗? 对于他们来说, 那种淡漠, 那种轻慢, 实在是一种侮辱, 有谁敢这样, 不将他们放在心上, 随便的呼吓吗? 我要去杀了他, 水夜差低语, 银色躯体赠量, 发出一缕又一缕的符纹, 除去黄金魔鸟, 越发的忧心忡忡外, 其他年轻王者都目露冷光, 那个人太嚣张了, 应该给予刻骨铭心的教训, 需震杀, 地上的血很浓, 鲜红中带着淡金色, 那是刚才死去的抑郁王者的血, 他被击杀后, 划出本体, 是一头黄金山羊, 难怪面孔如羊, 头上有一对犄角, 本体就如此, 他的金色毛发发光, 十分璀璨, 其血肉溢出惊人的先天惊气, 那十二对臂膀都划成了羊族, 强悍有力, 只是此时他是残缺的, 因为被十号轰爆了, 只剩下残体, 发出淡金色的光泽, 横沉在此地, 就如同唐吾一样, 一战过后, 被十号击得四分五裂, 血肉到处都是, 第1775集, 将这头山羊, 连同那条蜈蚣给我收好了, 十号开口, 对后方的金色小蚂蚁, 还有曹雨生等人吩咐道, 众人一正, 但很快想到了他的脾性, 一阵无言, 因为知道他留着做什么, 水夜差第一个咆哮, 我会杀了你的, 若是给我出场的机会, 我会将他击毙, 一个白袍年轻王者开口, 他很强, 立身在那里, 周围的虚空在扭曲, 一些人对他忌惮, 很明显, 他的身份不一般, 纵然都为王者也有高低之分, 这个生灵十分强, 如同一个君王临时, 让人敬畏, 另有人开口, 从来没有人敢威胁与轻视我等, 此人挡猪, 下一个, 事好没有其他话语, 依旧是这三个字, 在这长空下激荡, 这让世界另一岸的修饰, 脸色变了, 那些年轻王者全都谋射精光, 一些人的浓密长发都舞动了起来, 气息射人, 至于九天十地的人, 则都尝出了一口闷气, 跟吃了人参果一般, 浑身上下的毛孔都舒张开了, 非常的舒服, 从交战到现在, 九天十地这一边不断失利, 死了一位又一位英杰, 十分凄惨, 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如今十号携两场大胜, 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扫除阴霾, 令人热血沸腾, 一些人忍不住大叫了起来, 为十号鼓劲, 慌, 干得好, 你是不败的, 杀了他们为逝者报仇, 十号盯着前方, 他最想杀的是舌叶叉黄金鸟他们, 颇希望他们能主动下场, 因为, 胜者有这样的选择机会, 就如同他两场大胜后, 依旧站在这里继续战斗, 同时也还可以退走, 从未有人敢在我面前这般猖狂, 需以最简单而直接的手段将他击毙, 隔下头颅, 抑郁的年轻王者中, 那白袍年轻人又一次开口了, 他的身份很高, 这般说话时, 周围有人跟着点头, 符合他的言语, 这个时候, 仙规假片发光, 伴着混沌器, 在那里沉浮, 随后吃的一声飞出一块假片, 选中了十号的对手, 所有人都惊讶, 因为这块假片落在那白袍年轻人的面前, 正好选中了他, 许多人侧目露出异色, 居然真的给了他这个机会, 让他出场, 跟那个名为荒的年轻人一战, 白袍年轻人无情的说道, 很好, 天运龙厚, 一语成真, 连上仓都认可, 要让我去镇杀此人, 他迈开大步, 向这里走来, 白袍裂裂, 通体发出刺目的光, 如同一尊战神复苏, 将要君临陈世间, 杀了他, 此人一动, 抑郁一心年轻人鼓噪, 口中喊杀, 让他以雷霆手段击毙十号, 扬无敌之威, 十号目光清扯, 静静地看着来人逼近, 这个年轻人无尘无垢, 连鞋袜都是雪白色的, 风神如玉, 称得上一个绝世美男子, 如同一个命运之子, 随着他迈步, 天地抖动, 轰隆隆作响, 其脚下的大地更是军烈, 有石山倒塌, 有巨石崩飞, 击溃半空中的云朵, 他的体外, 笼罩着一层神环, 绚烂而射人, 如同一尊可怕的不朽存在走来, 这个年轻人盯着石号, 遇上我是你的不幸, 赐予你死亡, 他直接这般开口, 忽然, 这个年轻人对应的假片发光, 浮现出一些符纹很是惊人, 同时, 跟石号对应的那枚假片也在震动, 露出一些奇异的符号, 不过很快就一闪而灭了, 石号不解, 何意? 第一次遇上这种情况, 跟他对应的假片刚才居然出现了异常, 世界另一岸的一些人惊呼, 那些蚊子是一位无上存在的姓,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群年轻人都心产, 他们很是不解, 斩锋的母亲是那位无上存在的后裔, 斩锋的体内有该族的部分真血, 就在此时, 抑郁的一位老者解释, 白袍年轻人名为斩锋, 他的母亲所在的家族可怕得吓人, 就是抑郁的很多强者, 都不敢轻易提及, 众人一震, 这是斩锋体内运有的部分真邪使然吗? 惊动了那个姓氏浮现而出, 另有人低声叹道, 确切地说, 是斩锋的外祖母出自那个家族, 他因此而拥有那种姓氏四分之一的真邪, 别说其他人, 就是一心只想杀伐的十号都一正, 那到底是什么家族, 值得一遇诸雄这般重视, 同时, 十号心中也是遗产, 那个姓氏浮现在假片上, 虽然又消失了, 但应该也说明了一些问题, 日后, 他会与这姓氏有纠缠吗? 因为, 邓先动用仙规假片时就有人在议论, 选中的对手不仅在场内对决, 有因果, 还可能涉及到了族运等, 你的来历似乎不简单, 来头不小吗? 十号开口很直接, 并不曾旁敲侧击, 这已经很难得, 他的本意是, 一路大杀, 不想跟异域修士废话, 我有安兰一族四分之一的真血, 斩风很冷漠地说道, 任谁都能看出他的自负, 在说出安兰这个姓氏时, 眼中有一道惊人的光彩一闪而过, 那是自豪, 十号吃小, 四分之一的真血, 就让你很自傲吗? 有些无法理解, 此时不仅斩风断鹤, 就是后方其他人也都纷纷开口, 大声呵斥, 大胆, 很明显, 那个姓氏有非凡的魔力, 让许多强族都敬畏不已, 不能容忍任何人不敬, 十号自语, 安兰族很强, 很了不起吗? 然而就在这一刻, 他心头一震, 当他道出安兰这个姓氏时, 一股惊天杀气横空而过, 这让十号发呆, 睁大了眸子, 觉得不可思议, 盯着虚空, 一杆金色的长枪, 仿佛可以刺破万物, 横沉在那里, 反出点点光运, 有种绝杀杀戟, 滔天而上, 这太可怕了, 提到一个族姓而已, 居然就见到了这等异象, 看到一杆金色长矛, 十号有一种直觉, 当一些生灵呼唤这个姓氏时, 便可能会见到这等异象, 九天十地这一遍, 真名的力量, 那个存在果然还活着, 依旧俯视着朱天, 大长老一叹, 脸色凝重无比, 有人问道, 那是谁? 无上存在, 可怕到无法想象, 呼唤他的姓氏, 如同在唤他的真名, 其兵器与力量等能显现部分, 这是何等可怕的存在, 让人恐惧, 这一刻, 十号终于知道, 那个安兰姓氏多么的不凡了, 实在太过可怕, 但是, 他开口时却不怎么在意, 盯着那白袍年轻人, 不过是四分之一真血, 也值得自傲, 抑郁许多生灵都不语, 只是以寒冷的目光看着他, 安兰, 这个姓氏所在的古地, 也不知道有多少年, 不曾走出一个年轻人了, 那是因为你的无知, 永远不会理解这个姓氏多么的伟大, 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安兰, 十号再一次自语, 异象再现, 他再次见到了那杆金色的长枪, 仿佛可以直接撕裂大宇宙, 这件兵器太可怖了, 同时竟也让十号一阵觉得眼熟, 似曾相识, 很快, 他想起了曾经见过, 在天神书院的地下仙府, 他曾见到金色小蚂蚁的父亲遗留下的烙印, 那个号称师兄之一的金发中年男, 男子曾浮现, 十号曾跟其交流, 同那中年男子对话, 见到了他战死前的一些画面, 当时, 十兄之一的金发男子, 号称神力盖世的天脚椅, 曾遭遇过无上存在的出手, 让他负伤, 跌血, 留给十号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最后罐头, 一杆金色的长枪撕开大宇宙, 突兀将士, 扑得一声刺透天脚椅的躯体, 十号脸色彻底变了, 这杆长枪, 是他, 安来一族不容亵渎, 你的不敬, 当以血来偿还, 进行赎罪, 白袍年轻人, 斩风喝道, 兰兰, 提到这个姓氏而已, 就可以出动真名的力量, 这是何等的恐怖, 是抑郁无上高手才有的威能, 据传, 烈仙湖的主人也有这等威势, 别说是你, 只有四分之一的真邪, 就是来一个纯种的我都照杀不误, 傻无赦, 这是十号的回应, 非常的强势, 大胆, 斩风呵斥, 他出手了, 对方提到纯种二字, 岂不是在奚落他为杂种吗? 第1776集, 哄的一声, 斩风垮步, 白袍随天风呼啸, 大袖一斩, 成片的沙发之气冲出, 震杀十号, 他很自负, 出手时非常大气, 大袖间星辰闪烁, 如同一片星域, 在其袍袖中旋转, 带着可怕的力量, 对于这种攻击十号直接硬汗, 双臂斩动间, 如同一头背负青天的鹏鸟振翅, 扶摇直上, 真正的昆蓬斩翅, 其已若垂天之云, 浩瀚无边, 可以直入宇宙中, 粉碎诸天星斗, 唯能莫测, 这个时候, 十号直接动用昆蓬法, 其规则奥义宏大, 将那蕴含着星辰力量的大袖震碎, 当场打出一片灿烂光辉, 啊, 展风一惊, 他有自负的本钱, 威势如虹, 可以摧枯拉朽地击败同辈对手, 可现在才刚开始而已, 袖子就被毁掉了, 如同蝴蝶偏舞, 那破碎的袖子化成一块又一块, 满天洒落, 展风神色冷漠, 他很英俊, 虽然不是人族, 但是看起来跟人类没有任何区别, 无人知其本体是什么样子, 此时他露出那条手臂上, 有一杆金色长矛纹身暴露出, 这让所有人都一惊, 就是十号也一灵, 格外留神语注意, 因为已经知道, 展风有安兰族四分之一的真血, 有鬼神莫测之力, 对安兰族不敬, 你必须付出代价, 展风寒生说道, 一步一步走来, 在其周围虚空扭曲, 隐约间有绝世锋芒出现, 呛的一声, 果然, 那些锋芒都显化了, 是一件又一件金色的兵器, 横尘虚空中, 皆是长枪, 锋芒射人杀气滔天, 也不知道有几万杆金色长矛, 毛锋锁向光束可步, 能刺传万物, 这个时候, 所有长枪都在清明, 金属之音震耳, 杀法之气铺天盖地, 这些金色长矛都对准了十号, 然而, 十号根本就不怕, 反而冷笑道, 哼, 你一口一杠安兰族自居之, 可你并不是姓安兰得意什么, 自负什么, 算得了什么, 你, 竟该如此, 安兰族的力量无所不在, 你注定要因此而惨死, 斩风喝道, 面孔阴沉, 哼, 你沉浮在一个名字之下, 仰慕一族祖先的无上战力, 我问你, 自己有什么, 真正的强者自己可以开创一族, 同安兰并列, 你呢, 不行, 十号冷冷说道, 主动攻击, 斩风震怒, 在其周围, 数万杆金色的长枪一同名产, 响声射人, 化成了一道又一道金色的神红, 向着十号飞射而去, 这种景象太可怕了, 因为乾坤第一时间被冻穿, 虚空暴碎, 数万长枪骑出, 金光胜烈, 无法阻挡, 这种攻击太猛了, 不是一般的兵器, 而是祖术的体现, 是一种打威能的闲话, 若是祖上出现过盖世高手, 无人可敌, 且一代又一代的后人施展他的法, 会让祖术越发的强大, 十号张嘴吐出一挂星河, 仔细看, 是闪电, 是无穷的雷霆, 他以雷地宝树击之, 所有金色长枪都在颤抖, 许多当场折断, 被雷霆击毁, 然而, 还是有成片的金色长枪刺来, 璀璨而刺目, 绽放杀气, 轰的一声, 十号的唯一洞天浮现, 被诸多金色长矛同时刺中, 而后一阵剧烈摇动, 迅速缩小, 要没入其肉身内了, 好, 杀了他, 抑郁一些年轻王者大贺, 见到这一幕后, 许多人都露出冷酷的笑容, 突然, 一道可怕的声响发出, 并且伴随着一团惊人的光芒冲起, 在这里绽放, 许多人被迫闭上了眼睛, 十号的唯一洞天, 收缩成一个极点, 而后突然爆发如同宇宙大爆炸, 所有金色长枪全部崩断, 被毁灭了个干净, 战风大惊, 嘴角溢出一缕血, 快速的倒退了出去, 这让他心头一沉, 这可是安兰族的祖术, 居然被挡住了, 十号向前走去, 如果来一个真正的安兰族同我交手, 也许还有点意思, 你不行, 战风绝对足够的强大, 可十号还是这般讽刺, 实在让拥有安兰真血的年轻王者恼怒, 一声咆哮, 动用志强力量, 再次出手, 碰了一声, 十号凌空飞来, 举拳便红杀, 可以说, 这是一种张扬, 更是一种肆无忌惮, 哪怕面对有安兰血脉的人都如此, 不将战风放在心上, 举高临下, 这般强势地震压, 战风劫法医, 派出了一掌又一掌, 滔天光芒冲起, 向着十号那里汹涌, 若惊涛骇浪, 可怕无边, 然而, 这不能挡住十号, 他俯冲下来, 每一拳轰下时, 拳风都会震碎那些符文, 打散那些浪涛, 砰的一声, 展风座椅强一掌挥处, 跟十号的拳头撞在一起, 两人间来了一次真正的大碰撞, 扑的一声, 十分可惜, 展风的信心动摇了, 因为他的那只手掌破碎, 鲜血长流, 他整条手臂都在静卵, 他踉强而退, 面孔有些发白, 这一次的对手, 他其实可以避开, 但是却不想那样做, 西纪以强势力量击毙此人, 可结果很残酷, 他的肉身之力不如对方, 展风大吼了一声, 杀, 血光闪耀, 那只手掌复原, 到了这个境界可以断之再生, 更何况, 他刚才吞掉了一颗神丹, 他再次冲了过来, 激烈厮杀, 展风避过十号的锋芒, 没有真正应风, 可是突然间, 当再次对决时, 展风不再躲避, 挥动右臂向前猛击, 文洛交织, 在虚空中绽放, 一股可怕的气息铺天盖地, 如同一头原始古兽, 从开天辟地时代走来, 要震杀世间生灵, 是展风手臂上的纹身, 内杆纹在臂膀上的金色长枪复活了, 由各种大道符号组成, 此时竟离体而出, 化成一道金色光束, 飞向十号, 太快了, 根本躲避不及, 而且这种力量未免太吓人了, 虚空崩塌, 周围其他人的兵器哀鸣, 竟要沉浮, 战战兢兢, 绝世的波动震道, 展风凭借手臂上的长枪纹身, 要扭转战局。 安兰族, 每一个人的手臂上, 都有一条金色长枪, 这是天然的纹身, 血脉越纯净, 获取的力量越大。 此季, 抑郁的一名老者说道, 道出了真实情况, 情况危及到极点, 在十号的后面, 许多人都惊呼脸色发白, 来之不易的大胜要终结了吗? 十号若是被钉死在此地, 那绝对是当头一棒, 对于众人来说, 打击太大了。 此时, 十号心头沉重, 他没有想到, 抑郁的祖树这么的可怕, 一切只因展风拥有安兰族的真血。 十号没有动用其他宝树, 这一刻他心头只有三个字, 不灭荆, 他很大胆, 没有想稳中求胜, 而是要检验不灭荆的成果。 这几日间, 他一直在揣摩此经文, 拥有了一定的造诣, 特别是加持在双手上时, 异常的惊人, 无坚不摧。 不灭荆的真意, 在十号的一双手上体现出来, 符文冲销, 他的手掌璀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争了一声, 人们愕然,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斩锋手臂的纹络化成的金色长枪, 被十号一把抓住了。 第1777集, 那么快的速度, 难以躲避, 他居然徒手抓住了。 许多人倒心冷气, 最为关键的是, 那金色的枪尖, 刺十号的手指铿锵作响, 却不能刺出血来。 哄的一声, 金色的长毛放大, 发出剧烈的波动, 释放无匹的力量, 要震杀十号。 属于安兰真血的力量, 孕育出这杆长枪, 发挥出了无法想象的恐怖力量。 可怕的是, 十号的双手同样惊人, 灿烂如同仙金, 抓住金色长枪, 任他震动, 就是无法挣脱。 最为可怕的是, 此时猛然一声大吼, 动用无上神力, 催动不灭精, 假持双手上, 那金色的长枪军烈, 最后砰的一声, 金色长枪彻底被石号掰断了。 战风大叫了一声血色进退, 他手臂上的长枪纹身消失了, 真血被破坏, 十号毫不留情的出手, 双手闪耀, 不灭精的符文内敛血肉中, 无坚不摧, 向着战风拍击而去, 砰的一声, 战风不想硬汗, 但是却不得不硬碰, 因为臂无可避, 对方的速度太快了, 压着他打。 这一击, 废掉了战风的一条手臂, 血雾扬起, 他的右臂不见了, 接着, 石号捏拳印向前轰杀, 唐吾, 十二对手臂的怪物, 败王时的景象重现, 战风走上了他们的道路, 白袍燃血, 根本不能立敌, 在石号与同龄人中举世难匹的权力下, 被打得横飞, 最终, 他的躯体四分五裂, 当着所有人的面, 被石号轰杀在了战场上, 斩风, 斩死, 鸦雀无声, 抑郁的年轻王者们, 这一次真的心惊肉跳了, 拥有安兰血脉的斩风, 居然都斩死, 被击毙了, 镇住了不少人, 这就是所谓拥有真血的人吗, 体内流淌着四分之一的安兰真血, 不过如此, 石号冷冷的说道, 这是一件大事啊, 安兰族的后裔居然惨死, 让众人都心头沉重, 石号也终于确信, 这样的对决必然导致将来, 他要面对那个人口极其稀少的安兰族, 难怪仙规甲片出现异常, 影响到了族运等, 斩风, 居然陨落了, 抑郁的修士终于恢复了过来, 而后许多人低呼, 下一个, 石号开口, 声音冷漠无情, 传遍整片战场, 抑郁的又一位年轻王者战死, 石号难道还真要一路杀下去吗, 所有人都望着石号, 预感到他也许真的要以一杀群王, 又是一句下一个, 可是现在一位年轻王者的感受完全不同了, 没有比这个更糟糕于可怕的事情了, 之前, 石号第一次说下一个时, 许多人还都觉得他是在找死, 不知天高地厚, 给予了他一顿西路, 可是现在呢, 许多生灵都心惊了, 真实的战绩摆在这里, 这不是吹嘘出来的, 而是杀出来的, 连安兰的后裔都被击败, 谁还敢轻视呢, 谁还能小觑那个年轻人, 这绝对是一个可怕的年轻至尊, 可猎杀猪王, 可恨, 这只蝼蚁居然想吞天龙, 失败者的后代中出了一个怪物, 蛇叶叉很不甘心, 这样贬低, 银色的躯体, 粗长的蛇尾在那里扭动, 他之前一直想动手, 但现在绝对心有顾虑了, 十分的忌惮识好, 斩锋, 体内拥有四分之一的安兰族真血, 那是何其的强大, 可是连他都败了, 一缕真血凝聚成的金色长矛, 被那人折断, 实在是镇住了不少抑郁生灵, 杀得好, 什么安兰真血, 什么真名力量, 什么无上家族, 这个所谓的奇才不过如此, 还不是照样被荒给击毙了, 九天十地这一边, 人们自然惊喜, 在那里欢呼, 所有年轻修士的脸上都溢出光彩, 接连大圣, 着实鼓舞人心, 主要是, 之前的败迹让人压抑, 一位又一位英杰惨死陨落在这片古战场, 着实严重打击了所有人, 现在, 十号一人独自横在前方, 接连击杀三位异域英杰, 携不败神威, 引发巨大波澜, 成为焦点, 下一个, 很多年没有人这样蔑视我戒修士了, 今日在这个地方, 你们竟然被一个人杀得抬不起头来, 有些巨塌了吗? 在后方, 一道模糊身影站在黑暗深渊进前, 如同亘古长存的画石一动不动, 可是话语在激荡震慑人心, 他没有大发雷霆, 但是这种冷漠的话语, 却更加让人心惊肉跳, 深感恐惧, 年轻一代的王者, 一个个都露出愧色, 面对那个人族修士, 他们刚才都忘记了驳斥, 没有立刻对抗, 这实在是犹如永无气概, 有什么可怕的, 自古至今我戒也不知道出了多少强大的天骄, 震骨朔金, 他的手段跟那些生灵比起来算得了什么, 有异域年轻王者高声说道, 杀了他, 不过是先古那群失败者的后人而已, 连成仙者都已败亡, 他们的祖先都被杀得匍匐在我们的脚下, 身为后裔他算什么, 如同对付他祖先那般, 斩了就是, 一股又一股战气冲销, 抑郁的年轻王者都有种天生的优越感, 十分自负, 瞬间锅造起来要杀石号, 并且在人群中有两名年轻王者的身影格外醒目, 一个个都散发混沌气, 分外出众, 这两人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说过话, 直至此时才目射金光, 某孔中宇宙缓灭, 天地崩塌的景象不时浮显, 可怕高手, 石号扫了一眼, 但并不惧怕, 尽管他知道那是种威胁, 有可能会是不可想象的年轻敌手, 但他依旧沉稳, 相归假骗并没有立刻发光, 不曾直接为石号选择下一个对手, 因为他连胜三场, 力压对手, 这算是大胜, 可以退走, 更可以休养一段时间, 这是规矩, 是当年先古一战时定下的决战准则, 可以说, 这完全是在模仿先末期的巅峰大战, 那一亿, 杀得鬼哭神豪日月无光, 大行不断坠落, 出动了先王血拼, 很可惜, 九天十地这一边还是败了, 曾经的战旗裹着先王的尸体而还, 血染红了苍穹, 更击散了那一世的人心与信念, 今日, 这一战自然比不上那震骨硕金的末世大对决, 但是同样的影响深远, 胜利或许跟足运等有关联, 一与那边是喊杀声, 怒斥声, 九天十地这边是欢呼声, 形成两种极端, 石号身在战场自然成为了中心焦点, 张扬什么, 他还妄想一个人对决我借十位王者吗, 注定要惨死, 为自己的狂妄付出血的代价, 抑郁的一位年轻强者说道, 石号本可以退下, 但是他却如意赶标枪般盯在那里, 一动不动等着新对手出现, 曾经有一批人号称与日月同徽与天地同兽, 事成仙者, 可是跟我借对决后日月被击落, 天地被打崩, 这些人自然也败亡了, 一些人侥幸未死, 却也成为阶下囚, 更有人被抹杀意志, 成为最听话的奴仆, 有人故意说道, 西洛石号为失败者的后代, 仙民下场可悲, 这一刻, 九天十地这一边的欢呼声停止了, 所有人都目光冰冷, 怒视着那些人, 这很过分, 一再辱吉仙民, 那是他们的祖辈, 被这样侮辱, 实在让人咽不下这口气, 恨不得立刻为仙人讨一个公道, 是吗? 西年那些所谓的志强者, 有些成为了奴仆, 一语有人故意做出不解状, 问过别人后才知道, 嗯, 我记得, 我家谷祖的身边就有一个, 行尸走肉般的奴隶, 原来是这届人的祖先呢, 九天十地这一边, 许多人文言后眼睛都红了, 十号呵斥, 够了, 他也忍不住了, 昔日, 你们的祖上赢了一些战斗, 但并非尔等, 我借曾经的侮辱, 早晚有一天会讨回, 哈哈哈哈, 对面一群年轻王者大笑, 故意如此, 以缓解三长败祭后的沮丧, 愤懑等, 十号一句话也不说, 盘坐了下来, 取出一口顶, 注入神拳等, 开始催动神火, 这是要做什么呢? 一些人惊异, 把我的战利品丢过来, 十号冲着曹宇生喊道, 第1778集, 曹宇生等人顿时知道了他要做什么, 迅速将唐吾的躯体, 还有那只形似黄金山羊的残体送了过去, 除此之外, 十号亲自动手, 将安兰族的后裔斩锋被击杀后的残驱抓了过来, 斩锋, 其本体如同一头白狮子, 通体雪白如玉石, 只是此时残缺不堪, 如同唐吾跟那只金色的山羊般, 都只剩下部分肉身, 因为被轰爆了, 十号一个人坐在战场中, 亲自动手, 剥皮, 冲洗, 他在处理三大高手的肉身, 动作流畅非常娴熟, 你在做什么, 侮辱我借年轻王者吗, 对面, 那抑郁生灵中的那些讽刺, 那些大笑, 那些冷言冷语终于止住了, 有人忍不住抱贺, 砍不下去了, 十号冷冷的回应, 这是我的战利品, 你管我做什么, 想讨回, 拿鸿蒙子气肿跟生命之肿来换, 不然滚, 到了这一刻, 所有人都知道他要做什么了, 这实在是太明显了, 唐吾, 黄金阳, 斩锋都沦为食材, 被他处理干净血肉后, 丢进了顶中, 开始熬煮, 对面, 有人疯狂了, 大声吼道, 你想死吗, 实在是被气到不行, 堂堂抑郁的年轻王者, 居然要沦为一个人的食物, 而且就是在战场中, 实在是一种莫大的羞辱, 闭上你的嘴巴, 不服就过来送死, 我的食物中必然会多上一种, 十号直接赤道, 义无反顾, 在这里收拾食物, 顶中, 熬煮着三大生灵的血肉, 发出灿烂的光辉, 而在顶外, 十号又弄出了一簇倒火, 直接进行烧烤, 无论是金色的羊腿, 还是另外两种生灵的血肉, 都被烤熟, 滴落下油脂, 肉质鲜美, 发出诱人的香味, 这也就是十号, 一般人不可能将这等年轻王者的血肉, 以倒火烤熟, 因为蕴含的神力太强了, 你竟敢这样做, 抑郁, 那些年轻王者都坐不住了, 十号的反击太突兀了, 不能以常理肚致, 他们辱及九天十地的先民, 提到有些人成为阶下囚, 被击杀意志, 沦为异域的扑寵傀儡, 十号则来了这样一手, 你们只是我的食物, 这绝对是场中那个年轻人要表达的含义, 所有异域年轻王者都知道, 而对方却不说, 就这么用直接行动来抽他们的耳光, 太清脆, 太痛了, 让一些生灵怒血冲头, 眼睛赤红, 九天十地这一边, 许多人忍不住大叫, 众人觉得体内有一股热流奔涌, 快速的冲击着, 热血沸腾起来, 十号此举让他们觉得痛快, 很多人都忍不住想长笑, 此时, 十号没有战斗, 但是这个举动, 却让九天十地这一边的许多人都觉得, 更胜过时长大战, 你的所作所为超出了我等容忍的底线, 一定要将你浅刀万剐, 一语的年轻王者中很多人吼道, 哼, 我等着, 谁过来, 我杀谁, 十号这般回应, 而后他那里飘出浓郁的肉香, 还有一道道精气光束, 不得不说, 三大王者的血肉蕴含的精华太惊人了, 这绝对是大补药, 堪比神级升国等, 我这个人有一个愿望, 想尝遍天下美味, 这是我第一次享用世界另一岸的食物, 嗯, 真的很不错, 太美味了, 战场中, 黄独自坐在那里, 开始吃金黄的肉块, 肉食伴着成片的锐侠, 杀了你, 对面有人大叫, 实在是被刺激了, 许多人怒发冲冠, 简直要被气得昏厥过去了, 从未有过这种耻辱, 堂屋一头金色的羊, 还有拥有安兰珍血的白狮子, 三种都是陆地上的生物, 如今放在一起烹饪, 若为这道菜起个名字, 我觉得第三仙很贴气啊, 是好一边吃, 一边口齿不清的说道, 浓郁肉香样开, 简直要将人的舌头都给融化掉了, 九天十地这一边, 众人听闻后, 先是一阵无言, 而后揭笑了, 今日你必将惨死, 要以血来熟罪, 血刷尽这种耻辱, 抑郁的诸王大吼, 十号冲后一招手, 拿酒来, 好气冲天, 向后方的人索要美酒, 吃的一声, 一坛神酒飞来, 是长生世家一位长老亲自送出的, 十号站起身来, 拍开泥风提着酒坛子, 大口饮酒, 战气凌云, 第三仙只是开胃小菜, 来吧, 来一个我杀一个, 我要凑足十权大补, 这张扬的话语, 这大吼声震动了大赤天边疆, 一个人要独自震杀一羽年轻一代所有王者, 该杀, 可恨哪, 一羽的年轻王者中又生灵忍不住嘶吼, 被十号的话语, 刺激的热血直冲天灵杆, 怒发倒数, 何曾有过这样的耻辱, 他们这一届灵甲众生上, 辟腻九天十地的修饰, 自古以来一旦开展都是大胜, 可而今一个年轻人却对他们这般的羞辱, 同类中年轻的王平日间都高高在上, 但是今日却成为了一个人的食材, 被他当众争主, 最不可饶恕的是, 他居然为那道所谓的菜品起了个名字, 叫第三仙, 这三个字的杀伤力太大了, 让诸王脸色铁青, 肺都要气炸了, 从未有过的屈辱感, 身为抑郁的年轻王者, 那三个人合在一起, 被起了这么一个土的吊渣的菜名, 注定会成为一个笑话, 甚至可以想象, 由于第三仙杀伤力太大, 将流传甚广, 响遍各地, 这样的话, 到最后波及范围太广, 导致各族禁止, 也许会被当趣闻载入实测中, 以方怒急, 另一方则大笑, 自开展后, 九天十地这边的修士, 从未像现在这么心情舒畅过, 看着十号吃第三仙, 许多人的神色都灿烂无比, 抑郁那一边, 蛇叶叉等人阴狠地说道, 你活不了, 再得意一时, 马上就要死了, 他在那里诅咒, 战场很开阔, 十号站在那里, 一只手抱着酒坛子, 另一只手, 则持着一块金黄脆嫩的肉块, 大碗喝酒, 大口吃肉, 他并没有呵斥那些人, 因为该说的狠话早就说过了, 此时他平静了下来, 只是在赞美着肉质鲜嫩, 味道美妙, 从未吃到过, 是世间最顶级的美味佳肴, 一方怒斥, 大声诅咒, 扬言在战场上杀他性命, 可是十号却是那么的镇定, 只是目光偶尔射出犀利的盲, 如同黑夜的闪电划骨, 刺进人的心灵中, 白色的狮子, 体内拥有安兰族的真血味道的确不凡, 有一股特别的芬芳, 此言一出, 对面诗音了, 抑郁的羞是又惊又怒又怕, 这个年轻人何其大胆, 真敢要将安兰一族得罪死吗, 他们觉得这个人得庆幸, 这里没有安兰族的嫡系, 不然的话呢, 注定要发生最可怕的事情, 很多年轻王者心惊肉跳过后, 更加愤怒了, 安兰一族让人敬畏, 高高在上, 值得所有人仰视, 是他们不败的守护古族之一, 岂能容一个小修士亵渎呢, 一些生灵指责怒斥, 话语自然不好听, 但是时候就跟没有听见一样, 反而问道, 斩锋是一头白狮子, 安兰族到底什么模样, 别告诉我, 真正的安兰族也是第三仙中的一位主料, 许多人面不抽搐, 人无可忍, 这些话语太大胆了, 无论是谁都不能乳籍安兰族, 第1779集, 哦, 这唐吾味道也不错, 拨开硬壳, 里面的肉白白嫩嫩, 味道鲜美, 这种蜈蜈肉比这龙宫中出产的神虾都要强啊, 十号又一次评价, 唐吾一族, 顿时有人怒斥, 他们可不是蜈蜈, 而是一个超级王族, 高高在上, 俯视着万族, 十号大口灌酒, 大口享用美味, 在那里自语道, 啊, 这是我第一次吃到抑郁的食物, 终生难忘, 终生难忘啊, 痛快, 就在此时, 显归假片终于动了, 发出刺目的光, 其中一枚假片落在异域的一位年轻王者那里, 时间到了, 假片为十号选定了一个对手, 那是一个红艳艳的生灵, 赤光冲销, 一步一步走来, 大地在其脚下融化, 融为岩浆, 他火红与赤盛的如同烧红的铁块般, 有人轻呼, 火炎王, 这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年轻王者, 跟其他生灵不太一样, 因为他简直像是由岩浆组成缺少血肉, 据传, 这个种族是在岩浆海中被孕育出来的, 天生控火, 掌握太阳之精, 凝聚火脉之力, 十号看了一眼, 抑郁没有人了吗, 派出这么一个怪物, 黑暗深渊前, 世界另一岸的生灵都怒目而视, 他真是越来越狂妄了, 还没有交手, 居然就开始鄙视对手, 九天十地的修饰, 都有种稍微吐出一口恶气的感觉, 之前无论是蛇叶叉, 还是黄金魔鸟等都比一对手, 看不起这一届的人, 现在终于反过来了, 荒邪三场大盛之威, 开始轻慢抑郁, 看不清对面的王者了, 一切都发生逆转, 而且这还让那些人难以反击, 你太过分了, 这样小区我见王族, 注定要被邪剂掉, 有抑郁声林呼喊, 时好解释, 你们误会了, 我不是看不起他的实力, 而是觉得, 所谓的火炎王族体质太糟糕, 居然都是火炎石, 没有肉, 怎么吃啊, 我还想凑足四份材料, 做撕洗丸子呢, 他不紧不慢, 这种话语, 这种语气, 顿时让抑郁的猪王气歪了鼻子, 很想一把捏死他, 他那种解释, 分明就是轻蔑猪王, 早已直接将对手当成了一盘菜, 火炎王大吼扑杀了过来, 他没有定型, 从人形曲体静直化成一头赤色猛虎, 扑击而来, 要将十号撕裂, 轰的一声, 大地崩开, 沿江孤孤而涌, 最后更冲上了高天, 远远望去, 赤红的吓人, 就是虚空都被烧得塌陷了, 在那里破开, 鲜红液体流淌毁坏一切, 十号惊异, 这个怪物还真是有些, 门道竟有如此手段, 掌控火道力量, 温度高的吓人, 不过他并不惧怕, 撑开唯一洞天, 站在那里, 顿时万法不侵, 神光滔滔, 形成了一道混元神环, 砰一声, 十号提宿, 冲向那头火炎王, 一掌披落, 打向赤色的猛虎, 让他发出一声震天咆哮, 猛虎突然就不见了, 化成了红色的岩浆, 跟从地上带到天空中的赤红液体混合在一起, 不知所踪, 十号一声断鹤, 毁灭, 双手齐动神威精士, 动用一身法力去压制这片红色的岩浆, 然而大地早已融化, 化成了一片岩浆海, 焚烧天地, 形成赤红的骇浪, 拍击上天穷, 景象害人至极, 如同一片红色的汪洋, 炽热冲天席卷这里, 所有人都变色, 就是十号也是惊异, 小去这个生灵了, 手段很不一般, 砰一声, 十号全力无匹, 竭尽所能, 轰在这片岩浆海上, 激起滔天骇浪, 那里发出一道闷哼声, 十号喝道, 还不出来, 十根手指七张, 雷霆霍霍, 迅猛地劈了下去, 打得岩浆海, 顿时沸腾, 甚至要干枯, 突然, 天空中的那轮太阳射出一道惊人的光束, 那是太阳之精, 被接引而来, 容炼万物, 火焰王沟通天地, 召唤来了太阳之精的伟丽, 可惜, 他遇上了十号, 不能以常理度之, 十号动用昆蓬宝树冲天而上, 奇异若垂天之云隔断太阳精华将之积散了, 这场死杀持续时间不是很长, 但足以引发十号矩阵, 看着不起眼的一个火焰王居然这么的强大, 火焰王终是不敌, 真身被十号从岩浆海中逼一处, 当场被击杀, 身体暴碎, 除去大片的火焰外, 还有莺莺亮光, 这头生灵不仅是岩浆, 还有神石组成的, 还有了部分血肉, 哼, 四喜丸子又着落了, 异域, 许多人眼睛都红了, 那可是火焰族的血肉啊, 原本是岩石后生出血肉, 注定是西式大补药, 有异域生灵认为, 这种岩石转化成的血肉, 更胜过一些神药, 异域许多生灵在堤吼, 接连四场大败, 让他们难以接受, 且居然是在同一个人手上失利, 太不应该了, 一些生灵目光悠碎, 死死的盯着十号, 十号也向前望去, 谁也插黄金魔鸟, 你们应该清楚, 我最想杀的是你们, 敢过来一战吗? 我允许你们两人一起上, 所有人都变色, 这是十号四场大胜后, 直接点名腰战, 影响非常大, 说夜叉, 黄金魔鸟都是一阵, 在这种情况下, 若是不应战, 那就是再低头了, 还如何再抑郁抬起头来? 说夜叉, 曾第一个出场, 狂傲不可一世, 僻逆对手, 但他真的很强, 将玄坤击杀, 可叹一个修出三道仙气的年轻至尊, 惨死当场, 而且, 舌夜叉还一而再的鄙夷这一界的生灵, 数次出言侮辱, 言语恶毒, 蔑视这一界, 更如嘲讽逝去的先民, 也正是因为如此, 十号才想将他击杀, 欲除他而后快, 黄金魔鸟, 这一族十分可怕, 曾在先古年间, 对这一界造成巨大伤害, 逼得吴中先王, 亲自横渡进异域, 以盗种灭其族, 可惜, 还是有漏网之余, 这一族如今早已恢复了元气, 又强盛了起来, 一旦开战, 又是大麻烦, 对面那个金帆女子, 就是来自该族, 击杀了拥有生命种子的吕红, 奚落此界, 无人不堪一击, 现在, 十号盯上了这两个生灵, 有人低语, 赢了四场, 马上就要过半了, 怕什么, 我便去会会他, 水叶叉做出决断, 他忍受不住众人的目光, 若是因此畏惧不出, 在以勇武为荣的抑郁, 他将无立足之地, 只是, 鲜规假骗已经选了一个人, 一个十分高大魁梧的雄壮男子, 拥有双头, 有人低语, 双子王, 这一族的人十分可怕, 可以双头破万法, 号称法术修行者中恐怖族群, 这一战很激烈, 天地间法力沸腾, 双子王两颗头颅, 都是吟诵抑郁的古老咒语, 干扰天地平衡, 远处, 观战的蓝仙等人惊悚, 体内的完美种子在躁动, 受到了严重的干扰, 影响颇大, 双子王吟诵的咒语, 是抑郁这么漫长岁月来的研究心得, 能干扰无瑕古种, 双子王原本就是最适合修秘术, 此时施展出来, 事先试探, 事后究竟是否有一颗古种, 可惜他失望了, 不曾试探出, 而他自己还陷入了被动, 事后以全力轰杀他, 光辉普照, 递进圆嘴, 黑暗永恒, 欲无止境, 双子王, 两颗头颅都是引颂密言, 光与暗同时出现, 并对立, 两种古术绽放, 最后碰撞在一起, 光暗之歌, 响彻天地, 并且伴随着毁灭之力, 汹涌澎湃, 浩瀚激荡, 搅碎一切阻挡, 第1780集, 大战十分惊人, 就是十号都惊讶, 这个双子王很强, 但是他可以抵住, 并且, 十号以极限速度, 还有最为霸道的权力, 生生地轰开了光暗之墓, 杀到了近前, 轰击这个对手, 双子王张口长啸, 各种符文语, 咒语施展, 形成死亡风暴, 黑色的漩涡急速扩大, 要吞噬十号的肉身, 可是他的愿望落空了, 那漩涡被十号声声撕开, 不能将他吞没进去, 碰的一声, 天地巨震, 十号捏拳印, 轰出了震天之响, 粉碎双子王的护体光幕, 而后一拳击穿其躯体, 吐的一声, 血雨纷飞, 双子王陨落, 他整个人在那虚空中炸开, 原神想逃, 直接被十号一把抓住, 合拢收场的刹那, 神光赤胜磨灭了个干净, 第五场胜利, 十号已经连杀五大王者了, 十号大声说道, 说叶查, 黄金魔鸟你们恐惧了吗, 用你等的话说跪下来臣服, 或可饶尔等一死, 这两个生灵, 曾对玄坤拥有生命之种的吕洪, 进行过类似的威胁, 折辱他们的人格, 十号当时就十分不满, 更因为, 玄坤和吕洪战死, 他就更加想除掉这两个嚣张的敌人了, 蛇叶查喝道, 满足你的愿望, 我来跟你一战, 他被逼到了墙角, 没有退路了, 必须得一战, 不然的话, 他在抑郁将抬不起头来, 彻底的丢掉颜面, 他曾胜出一场, 现在可以选择再入场, 不用经过仙规假片选择, 吃了一声, 蛇叶查飞来, 宽大的银色夜叉翅展开, 如同从那地狱中冲出, 带着可怕的气息, 席卷这片古战场, 他拥有人族的躯干四肢等, 但是头颅是银色舌头, 且背后还有一条舌尾, 银白正亮,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种族, 肉身坚固捕坏, 如同捕坏金身板, 不久前, 玄坤跟他的一战中竭尽所能, 但就是打不动舌叶叉, 最后反被他击穿躯体, 撕裂成碎片, 那时他凶眼滔天, 张狂不可一世, 让人忌惮。 上一季不乏成仙者, 可还是战败了, 有些更是成为我界大人物的奴仆, 听闻是你等的祖先, 你有何感想, 以为胜了几场就能翻天了吗, 来吧, 我来战你。 舌叶叉嘴巴狠毒, 上来就挑动石号的情绪, 想激怒他, 扰乱其道心, 石号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 吃的一声向前轰击, 直接就出手了, 神光万道, 如同一轮太阳炸开。 黄, 冻怒了, 九天十地这一边, 有许多人惊声说道, 石号的确怒了, 舌叶叉一而再再而三地 挑起古人的话题, 侮辱上一纪元的先民, 他自然要无情出手, 天分呼啸, 不得不说, 舌叶叉的一对银色翅膀 十分可怖, 鼓荡出大风, 不仅吹碎了虚空, 而且形成长玉, 禁锢一些人的行动, 石号的速度稍微缓慢, 终究是受到了影响, 到了后来, 更是如同陷入泥沼, 举步危艰, 仿佛快要难以震动了, 不久前, 玄坤就是因为被他定住, 而后被击杀的, 舌叶叉吐出了红信子, 我以为你有多么大的本领呢, 死死有声, 猛然发力, 成片的符文, 全部向着石号震杀而去, 突然, 嗖的一声, 石号动了, 迎着对方加速而行, 要撞到舌叶叉的近前, 那所谓的禁锢, 只是在初时起到片刻作用, 然而便被瓦解, 对石号难以构成威胁了, 舌叶叉, 挥动一对翅膀, 向着石号利劈, 银色光束璀璨, 天穷一下子被他截断了, 世界如同被分成了两半, 可是, 扑的一声, 石号一拳击穿他的一只翅膀, 顿时鲜血淋淋, 让他发出一声闷哼, 这才没有开始多久啊, 水叶叉便受伤了, 很明显不敌, 水叶叉大吼, 浑身荧光赤胜, 如同燃烧起来的一半, 并且有刺目的光滑冲上云霄, 淹没此地, 他动用极致力量, 并且发出致命一击, 身后的那条银色的蛇尾, 无声无息, 化成一条银色的绽毛, 刺向石号的头颅, 玄坤就是这样死去的, 被他的尾巴洞穿肉身, 死于非命, 呛的一声, 石号抬起右手, 发出成片的锐光, 而后猛力的向前斩去, 风雷声大作, 响声, 真的十分震耳, 噗的一声, 石号的右手如同刀一般向前斩去, 血液溅起, 舌叶差一声惨嚎, 翻滚着躯体, 逃离那里, 他号称不坏之躯的银色蛇尾, 被石号斩断下一截, 直接让他断尾, 不久前, 他还无奸不摧, 击杀了玄坤呢, 可现在却被人击断, 让他痛厚的同时, 还有一种不安与惶恐, 主要是因为, 石号一直在揣摩不灭精, 用在了自己的一双手上, 故此无误不破, 呼的一声, 舌叶差煽动翅膀, 短时电闪雷鸣, 景象恐怖至极, 这是他夜叉的一面, 动用了其种族傲义, 而他的舌头也没有闲着, 吟诵咒语, 猛攻石号, 希望能杀死他, 轰的一声, 石号冷冷的看着发动最强力量, 轰杀向前, 那些皱纹光幕等都消失了, 石号的一双拳头轰开了一切, 舌叶差肉身被打得横飞, 鲜血长流, 他的一双翅膀已经破破烂烂被打残了, 舌叶差怒吼, 心中不甘拼命厮杀, 嘟的一声, 他的结局已经注定, 石号施展不灭精的符文, 双手坚硬的不可想象, 将舌叶差半截身体都打爆了, 石号喝道, 你的霸道呢, 你的张狂呢, 来一把, 啪的一声, 最后, 石号捏着拳印, 一拳轰进了舌叶差的额骨内, 将之击杀, 舌叶差就这么死了, 黄金魔鸟, 你不想下场吗? 此时, 他已经连胜六场了, 让抑郁的年轻王者都心中凝重, 那金发女子杀来, 攻击石号, 石号不客气, 第一击而已, 就动用不灭精文傲义, 拳头外神光沸腾, 如一片怒浪在席卷, 打向前方, 啪的一声, 结果, 黄金色的羽毛凋零, 这只化成美丽女子的摩琴受伤, 再这样下去, 石号真的要一路杀到底, 咻的一声, 黄金魔鸟化成一道金色, 金色的光鼠, 以及圆盾, 急速退了出去, 初步尝试, 他吃了大亏, 金色羽毛凋零, 那是从本体上落下的, 每一根都如黄金铸成, 落在地上蒸蒸作响, 将一些数十万斤的巨石都斩裂了, 石号站在场中, 不曾追击, 如同不可逾越的五道大山板, 镇压此地, 辟腻敌手, 黄金魔鸟化成一个金发女子, 妖艳而美丽, 一头长发如同太阳般璀璨, 她连瞳孔都是金色的, 此时流动神霞, 石号知道, 此女非常不简单, 比蛇叶叉要强盛, 要知道, 刚才是她主动的杀到劲前, 敢进行肉身拼杀, 这种试探十分的大胆, 若是一般的生灵, 绝对被石号轰爆了, 不会有什么悬念, 就连那银蛇叶叉都是被石号的拳头击碎的, 可是, 黄金魔鸟虽然负伤, 但是并未伤到元气, 在那里磕血后, 伤势并没有恶化到很严重的地步, 这一截从来都是被压制的, 竟是出了一个怪物, 黄金魔鸟盯着石号, 眼中射出一缕又一缕黄金赤霞, 其实这也是异域诸王的念头, 在他们看来, 石号的强大有点离谱, 简直可以横推群王不可战胜, 这让每一个年轻王者都很不舒服, 他们是欲血的战斗种族, 志强不败, 在这一截居然受挫, 被一个年轻人所阻, 黄一个人站在那里, 连败他们六大高手, 六王陨落实在是一桩大事件, 如果黄金魔鸟再败, 那就是第七个了, 败,